我們剛剛就準備了一個試試看 好像現在很高興 就是今天這禮拜天的夏日 今天大家可以坐在家裡面 然後玩玩遊戲或是看看影片 今天會有那麼多人來 我想見可能是因為 其實我們一直在講題 其實觸碰到很多人 就是因為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當中 許多時候好像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的事情 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條件 你好像覺得自己可以掌握 是其實很多時候 你們看可能就是這樣形象 其實出來都好像有一些 超越我們渺小的個人 跟巨大的力量在影響這個 或是我們採握經濟 或是我們自己的家人的生活 或是我們經濟收入之類的 那所以我想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其實這種失控的感覺 實在是在某些部分 可能會覺得說 今天規劃這個項目 那對大家來講 是比較必須要注意 然後希望我們都要請更多 希望我們都好好談到 什麼事情發生 那你也是在什麼樣的脈絡底下 你談到我本來對不對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我們的專者 我們這邊 大家在這邊有聽過 時代經濟的運動 可以取下手嗎 對方 那首先不要晃一下 那聽過時代經濟的運動 畢竟原則上來講 你支持他的體驗的 可以取下手嗎 對方 其實大家 好 請各位 好 那其實蠻多人都清楚過 我當然覺得 這是要給你支持 這個理念 但是 當然就如同我們 他就要在支持的過程上 他就要意識到 但是 實在是 你跟我們體驗很好的 講到 彭文康老師有提到說 他的 給的答案是一個很簡單 很直接的答案 他其實比我們的現實 有點遙遠 而我們現實 我們知道 現在面臨到的是 這些事情 就是不管是各式各樣 失業也好 或是各式各樣 分別的安全 所以我們 在這裏的運動 實在這裏的運動 現在我們有 拿一個 大家把這個 名字改成 都在開始 他的 音域 之一的 在這裏 我們在開始運動 才會想說 要揮劃一些 雖然 是 戴可什麽的運動 問題 但是 要貼近 現在 我們所生存的 種種風景 的強力 來讓 我們在講 這些問題 到底有沒有 要怎麼去看 怎麼面對他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 要請大家講 跟彭麟輝老師 大家當然 都非常的熟悉 彭麟輝老師 他出了長期 他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 就是因為我們 在想自動畫 他自己本身 其實就是自動畫的推測 他其實 剛初念的就是 控制工程 所以他自己 就是學自動畫 可以選自動畫 解放自動畫 對不對 可是彭麟輝老師 除了他自己 在理工方面的專業之外 其實 我們大家 更常認識到他的 大概就是因為 彭麟輝老師 這些年來 花了非常多時間 在各個層面 關切台灣的社會意義 正式經濟 正式經濟 融化 當然彭麟老師 往往能夠對我們 現在的這整個 正經局勢呢 有很多 其實雙肯親 但卻常常會覺得 大家 就是 各班的人 會覺得不太高興的言論 但其實 正是因為彭老師 他 只講真話 所以我們覺得說 他的聯合 他會常常 有時候 不是只是在 意識形態 或是在 正名之間 去做 選擇 或是討好 或是 忽略 而言 而是他 真的關心他的社會 所以他會講出很多 切中兩切的話 必須有的時候 也會覺得 有 所以我們今天 非常重視的 彭麟輝老師 來跟我們 分享一下這個 主題 他怎麼樣從 表面的現象 一路看 然後後面 升級的 結構的原因 那另外呢 同時間我們 也邀請到了 借賤老師 那 借賤老師呢 他長期間 就是從 年輕的時候 是個 畢竟的 台北分 那甚至也 出場 就是各樣的 裝暴力的命 那 一路下來呢 他其實在台灣社會 不斷的 不管 後來 推動 各式各樣的 非道力抗爭的 訓練也好 或是在 稅務 或是 一些 經濟分配的 藝術上 不斷的 不斷的 先生 他其實 從年輕的時候 一直很希望 建立一個 獨立而美好的 台灣國家 那 田老師呢 他 之前也 當然也是因為 他 心裡面都想了自己的 這個 所以 有的時候 我們也會遇到 各樣的人說 你要當初 然後 也會有 之類的 但其實 如果我在跟田老師 認識 也好 了解 知道他在想的話 就會發現說 他 做的這一切 我的時候 雖然說 最後 被一些人 很有趣 或是 或 被一些人 有點有趣 但其實 他 他做的一些 就是為了 能夠追求一個 更美好的 台灣 更美好的國家 好 所以我們今天 非常榮幸 我們邀請到 田老師 來跟他講 就是在 彭老師的 專利演講之後呢 田老師會 陪大家一起 跟 鄧老師 來 做一些討論 規劃 那 接下來 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今天的流程 等一下 我會把時間 交給 彭老師 那 就常常來 結舞的 朋友們 會意識到說 所以 等一下不用 要自己介紹 沒關係 我們下半場 很長的時間 我們下半場 時間 今天呢 我們 彭老師講完了之後呢 我們 看一下時間 需要的話 我們節奏休息 什麼時候 下半場 田老師 先開場 我一定 或是提問之後 接下來 是很多大家 那大家 不管有 什麼問題 想要問 台上的講者 或是想要問一次 想要去出來討論 在下半場 都可以充分地上 做預言 好 那麼呢 接下來我們就 把時間 教會 彭老師 教會 教會 影響今天的事業 有非常多的因素 對我來講 同學自動化的人 絕不重回 不想出在於自動化 自動化 這一個東西 它的英文名字 叫做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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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如果 怕活 是 其實可以 只是活著 你 轉過去 才看得比較清楚 我們 我們叫做社會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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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 machine 社會 自動化的目的 是要把人類中 沒有意義的 勞務中解放出來 以便人類可以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不是 我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講 你要單純只是有一個無條件的薪資 我說實話 政治上這個問題可能做得到 比我們都在這裡多讀書 那就既有的 假如我們只有三個選擇 一個是 資本主義加 美國史的民族 另外一個是 社會主義加 過去的共產黨 第三個叫做 德國 是一種很北京的東西 叫做 social democratic 這是它的民族 所以那是用 democratic的approach 要achieve social的goal 那麼它的經濟的制度叫做 social market economy 它是要用 market economy 來achieve socialism的goal 其實台南人一直沒有弄清楚 其實有第三個選擇 就是社會民族 如果是follow社會民族的approach 它是現在已經實際上存在的制度 它其實只要稍微深化一點點 就可以解決掉自動化引起的壞處 它的意思很簡單 自動化會使得製造業需要的人口越來越少 因此我們想辦法把服務業擴大 那我們其實服務業已經擴大了 擴大到你們都有答應 你們在答應上面幹什麼 做服務業的事 你們都有支援型手機 你們在臉書上面做什麼事 當酸民 你們都已經這麼累了 你還有空當酸民 比如說做無聊的時候 哪有跟臉書的存在 意味著一個社會的產業升級的 一個非常大的評審 什麼評審 我們的服務業 因為我們知道也不需要那麼多人口 我們服務業不知道要往哪裏走 我們有一大量的spare的time spare的work 我們不知道平常在做什麼 一個問題的事 那1930年的這一個金融風報 有兩派最典型的看法 我認為兩派都更說 對事情的一半 一半是說政府把事情 越搞越糟 標準的資家科學派 改善資學派標準的說法 從農業到技術製造業 它有一個整個社會組織結構的改造 有infrastructure的改造問題 這一個infrastructure改造的這個問題 不是market的自己有能力enable enable 那這樣的幹法其實在發展經濟學 尤其是內生型經營發展經濟學 以及支付經濟學 會越來越接受這一套說法 第一個 Society當它的產業 在做一個大幅度的展開的時候 它自己不必然具有足夠的moment 去衝破那一個降板 所以我會拿很簡單的一個想法 如果多手不是免費 拿到免費薪水 我也不覺得那很痛 我的不過是很簡單 政府應該收稅 那所有的人免費做文化消費 就是強迫文化消費 因為第一個generation的文化消費 是要被培養的 它不是市場機制 自己可以誕生自己的評輸嗎 所以改善資學派的想法非常簡單 有效需求嚴重不住 我把這一個 我們現在有些基產業 農業 工況業 服務業 為什麼會有工況業 另外農業的人工 農業效率提高了 有一群人沒有工作 我們這半生新的需要 也就是工況業 工況業效率提高了 就保持一群人沒有工作 怎麼辦 我們產生服務業 服務業已經搞到這麼無聊了 怎麼辦 我本來叫我們創造一個文化產業 假如你問我 老師你作為一個工程師 你問的是保持動化 我就是動化工程師 會有這個嗎 我可以把它整合進 整個經濟學的體育領頭去 我們不要叫主流經濟學 也不要再講 New Classical Economy 這兩本名字就在2008年以後 其實都不對勁 2008年之後 你不能說只有 芝加哥學派是 Mainstream Economy 因為2008年大家都知道 New Classical Economic Model 出問題了 在2008年之後 這個New Classical Economy 新凱因斯的位 已經開始要重新 搶回大概有的底盤 在2008年之後 我們都應該要知道 整個經濟的發財 有兩個問題 一個叫做有效需求不足 一個叫做有效供給不足 我們必須要認清這個是 不要在2008之後 還一整天都一直講說 需求可以撞到供給 供給可以撞到需求 全部都是呼吸 回程 我們確實經濟體 就是有時候會先入 有效需求不足 有時候會先入 有效供給不足 在能源危機的時代 就是有效供給不足 因為能源價格太高 所以當然還是理論無效 當然是家科學派有效 2008年之後發生的問題 如果你讀過 21世紀 資本論 應該讓你清楚知道 我們發生的問題是 有效需求不足 所以當然是要講 這些無所規配 不管講哪一個 我們已經到21世紀了 21世紀 資本論已經出版了 2008年風暴已經過去了 Mainstream economy 就是 新凱因斯主義加新股田主義 我至少要有這樣的氣勁度 要不然 底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談 那如果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之下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資本化的最後目的是什麼 你不要怕啊 資本化的目的就是消除人類在製造業上面的角色嘛 你變成人類全部去做服務院嘛 所以 我講故事貼你小孩子聽 那time story 你可不可以給我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月的生活費 我們應該去談這件事 那這件事情 它不會像時代氣勢那麼radical 會相對的跟整個 既有的制度的逢活性相對的高 它是有可能這樣下去 我們另外一個基本概念 我們台灣其實是被資家跟學派 把很多東西都給twist掉 因為這個twisting的程度 是超過它在美國的那個版本 所以我每次在罵台灣的經濟學的時候 我找不到史上的數 因為我們是比新自由主義更惡劣 我們是比資家的學派更惡劣 我們絕對比新古典的 MACO ECONOM更惡劣 所以每次找到一個先生的名字來罵 都有人來說我不然用數 我知道怎麼真的 但是因為台灣實在是 被列到無意什麼的 那這段話就全球化 全球化 從經濟學的貿易理論來講 除非你自己害自己 otherwise全世界所有的貿易 都是誤會和平 這個叫機會成本的概念 把接著等帶進來 這就是那個 我現在忘了它這個名字 好 古典經濟學裡頭就已經開始了 比較生產利益的 Rarity and Advantage的概念 比如說就有機會成本 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很強我很熱 我給你貿易的結果成就是會占便宜 所有人都占便宜 那比如說原來你的GDP是 一千億美金 我是一億美金 我們貿易之後的結果 很可能是一千平二億美金 但我是一億美金 額外加了一萬美金 創造出來的多一億美金裡頭 九千九百多萬通通被你吃掉 這個創造出來的議論 不是公平的 不是去等分配 但你會得到好處 基本概念是這樣 所以軍政化也不該找什麼問題 所以講 你要講國際貿易理論 經濟學就是 經濟學要講軍流化 經濟學就是國際貿易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你大概很難不聽 Paul Book的人怎麼講 對不對 因為它是新貿易理論 最重要的Fundant 跟推手 他也是拿這個 用這個講到 對著我 Paul Book的人已在 已在 Journal People跟 Popular Articles 一在夥持世界 全球競爭力 這個概念 他一直在夥持這個概念 他一直都只 一直坚持 只要講國際貿易理論 不要講什麼 比如說世界競爭力露台 等全球競爭力拍檔 都被他罵得要死 為什麼 因為這些競爭力的概念 都含有 我大理所 此消彼掌 此掌 你就要消的概念 這完全對 國際貿易理論 感覺不是 違背最基本的 經濟學概念 它只是分配 跟全額 那 所以 全球化 Overall是好的 那 我現在講話以後 就是 洪老師你 大家拜託 我們感受到 是哪個問題 對不對 簡單講 自動化沒問題 但政府思路 它就會有問題 我剛才不是講 政府應該去想讓 創造文化消費 它應該用它的稅收 去創造文化消費 它沒有去做 這個地方 其實有market failure 很清楚 政府的責任是什麼 有一個經濟學者 寫一篇文章 結論講了兩句話 我覺得是非常的棒 政府要做的是 我們政府每次說 它要拼經濟 我都覺得好笑 政府拼經濟你就要小心 企業家不拼經濟 好充政府 企業家不拼經濟 然後政府再拼經濟 要不然就是無效能 要不然就是在無鬼搬運 結果都是無鬼搬運 政府每次一拼經濟就是什麼 就會有清典的皇家企業 皇家企業就跑出來了 然後就所有投影銀行的錢 全部要給它 兩兆雙心就是這樣開除了 你們小心 不要為於06年 第三個三兆雙心 用一批黃金 一批黃金國金丟出來 政府一批經濟 就這麼講 政府不是一批子 政府是第一個 要identify market failure 所有有market failure的地方 政府就應該要讀進去 但政府在解決market failure的時候 必須這件事 慎防government failure 反正不是 反正是market failure不要以它 想盡辦法搞government failure 所以我們是政府無能 才把本來是好事 全部都變成壞事 所以其實不是經濟問題 搞到這其實都是政治問題 再玩一下 這個是凱因斯 在1930年的API paper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當然也是那個時候 一大改正擔心這個擔心那個 她就去講 她說以後其實是情勢比佩大好 因為productivity會增加 productivity增加以後 以前是一個人的生產 可以讓100個人過一年 後來一個人生產 可以讓1萬個人過一年 後來一個人生產 可以讓10萬個人過一年 所以凱因斯曾經預測過 21世紀人類平均上班時間 每週15小時 她所有的東西都對 只有最後這個數字做出來 她顧善罪來全球GDP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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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最後這個數字做的 因為她是凱因斯以路的創作者 她以為有政府在解決Market failure 但基本的商權是政府會負責 或者是屬於Market failure 還沒有想到 她還沒有使人家已經不相信凱因斯的問題 所以Market failure沒有人管 Market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Market最大的failure說在哪裡 Distribution 市場最重要的function是提升Projectivity 市場最大的問題是 沒有辦法做Redistribution Redistribution這件事情它沒辦法 市場是不可能做的 那21世紀資本論簡單講就是在講這些句話 所以21世紀資本論說 GDP成長率是這樣的曲線 Capital N的成長率是這樣子的曲線 所以最後Capital N一定會的曲線 會跨越GDP成長率這個曲線 意思是 如果政府不干預 持長有一天 GDP百分之百會成為Capital N 意思就是工資為零 工資為零的意思是 有效消費為零 你不可能請 地保的那些大年 因為財富都在那裡 你沒辦法緊張 每天 每年吃要100萬公噸的白米 然後500萬公噸的大油 你不可以緊張吃這麼多東西了 所以這種消費 都是要靠我們這些群人 所以21世紀資本論在講的事情 表面上最溫和的講法叫做 因為Capital N大於GDP Growth Rate 所以評估差距會擴大 其實這句話是非常慢的 這句話In the end 意思是Capital N等於GDP 然後有效需求的第一點 Market economy怎樣 所有的道理 所以資本主義是它的絕目功能 這句話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會叫做21世紀資本論 為什麼每個人都會 因為這本書的去懷馬克思 因為馬克思是用 speculative的approach說 如果沒有政府的建筑 最後資本主義會消滅它的政治 那是完全是一個事變性的 然後到了Thomas Pichetti是說 根據過去兩三百年以上的實證資料 除了有戰爭或者政府的干預 就用otherwise Capital Gap 大於GDP Growth Rate In the end Market economy 會消滅它 他就講這件事 所以他就用實證的方式 證實了馬克思講的是對的 但是就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事 就搞出來 有一個在日本主義皇帝年代 大概1945到1975 這30年內 就是Thomas Pichetti 所謂的deadline期間 這例外怎麼發生的 這例外其實很簡單 1945 什麼時候 二次聊天結束 共產世界拼命擴張 在全世界擴張 向著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主義國家 都啪啦啪的樣子 所以他知道怎麼辦 我講的最簡單的解釋 韓國的工會 工會遠離台灣發達 為什麼 請不要說 不需要非常複雜的歷史 不需要非常複雜的歷史 實實 很疾病的康溫甚至 就等到無數理發達 韓國的工會 遠離台灣發達 為什麼 韓國的盲村所得 曾經超過都市的所得 為什麼 普正希是一個 被罵成類似軍閥的人 不要以為他是連軍 他不是連軍 為什麼我剛剛講的 這麼好講 很簡單 因為38路線 不過就是共產黨 有共產黨當鄰居的國家 都懂得善待公平和暖淚 要不要就急啊 所以什麼叫1945到1975 是什麼意思 全世界都在 防止共產主義擴張 防止共產主義擴張 最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讓底層的人生活好 所以財富重分配非常認真 不過你叫他社會主義 叫他什麼主義 學院通通都可以 他非常認真在做財富重分配 一做財富重分配 我們剛剛講的 capital game 大於GDP國社會 這個漏就消失掉了 所以 真正打敗馬克思 就是搶救了民主 政治跟日本主義的人 叫做財富重分配 1975以後 為什麼要用出事情 因為1975之後 芝加哥學壞起來了 另外一個重要的政治背景 才記得他們發現 蘇聯的武器非常的弱 所以他們卻不怕共產主義 所以政府的屆日消失了 這就是為了新自由主義開始 所以你必須要知道 我們真的發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 資本沒有能力做分配 那這個概念 其實在 坦英詩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女技師 女技師 叫做Shaw 所以Shaw 他也是非常出名的 Tandridge的經濟學者 他後來拿了 英國皇家學的一個資 他就寫過論文 談論一個問題 很多東西市場都有所謂的 相反的機制 可以自己打成pay and balance 所以政府不需要去干預 但有個東西一直有問題 但是不具有 我們讀過經濟學 其實叫做官需理論 官需理論叫做剪刀型理論 剪刀型理論的基本概念叫做 兩個矛盾的因素同時作用 就會發生平和 但數量上升的時候 這個價格 價格越高需求越低 價格越低需求越高 但官級跟需求剛好是兩條相反曲線 所以這兩條矛盾才會達成什麼 這種啪號 這個個性經濟學核心概念 但是一個公司出去外面賺了錢 賺完以後回到公司 現在一個問題 百分之多少要當股東的盈利 百分之多少要當公司呢 沒有剪刀型理論 在企業內部是沒有剪刀型理論 這是一個pargain的過程 所以它就產生一個事情 像比如說或者在德國 德國直接在威馬共和國的憲法裡頭 就直接講 勞工跟之方在政府企業中 都必須享有完全均等的治理權 這一句話一下來 德國就得認真坐下來 你就會看到今天德國的狀況 德國為什麼工業工會這麼發達 因為德國的工會 享有憲法上的體育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 所以市場最嚴重的問題是 它沒有能力做所得總分配 薪資叫做一次所得分配 稅收之後過來的叫二次所得分配 台灣是嚴重的 不是沒有一次所得分配 一次所得分配政府站在資方 一直壓榨牢方 那你一次所得分配做 平坦資方壓榨牢方 你二次所得分配 你又自費無功 所以台灣一定會發生很多 更嚴重的問題 所以台灣會產生一個 大家看到一個具體的現象 GDP往上衝 工資往下降 失業地往上爬 大專教育拼命去 大學供應或生活問題越嚴重 我們在台灣沒有看到一個完整的狀況 很多人說大學生22K 因為大學生供應過剩 因為大學生的教育水準太差 那全部都亂查 你去查韓國 韓國的大學生供應率遠超過台灣 所謂的大學就業率 就學率有兩個名稱 一個叫進就學率 一個叫出就學率 現在第一進就學率 你們比較容易懂 進就學率就是 19歲到24歲的人 狗當分母 19歲到24歲的大學生當分子 一定小於100% 對不對 這叫進就學率 全部都是士林的人當分母 士林當分子 另外一個叫出就學率 分母不變 19到24歲的大學生 總成數 分子變成 所有大學生不管你幾歲 全部都丟進來當分子 這個理論上有機會超過100% 但是很難 想也知道很難 讓人沒事 24歲以後還跑回來讀書 一定是exception 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出就學率 超過100% 韓國出就學率106% 你說它發生什麼事 那大學生的工資 一直增長20幾年 到2008年動漲 不但大學生的薪水一直增長 高中生的薪水一直增長 漲到2008年前動漲 所以從此以後不要再講 因為大學生光陰過剩 所以大學生薪水該倒下掉 沒有基本的 實政經濟學的概念 台灣人談經濟學 就像是在談神學 完全不需要看實政的資料 非常奇怪的一個國度 非常奇怪的一個國度 好 所以 韓國跟台灣的差別在哪裡 韓國的企業家 有能力把教育水準的提高 轉換成productivity的提高 那就會換算成TPP提高 然後就折算一部分給他的員工 就會變成薪資的提高 關鍵的一個地方 他把教育水準提高 有能力轉換成TPP提高 台湾剛剛是什麼事 我們沒有能力把教育水準提高 轉換成TPP提高 然後反正倒過來在那邊一直怕 自動化會不會造成失業 缺球化會不會造成失業 我們不懂得管理政府 然後變成我們要畏畏縮縮的 變自動化 我們不要缺球化 我們不要文明 我們什麼都不要 對啦 我現在講一個最基本概念給你們聽 全世界新進國家的政府的spending 都佔GDP40%到50% 台灣只有20% 你知道什麼叫government spending嗎 我們收到了自家庭水派行 我們收到叫做浪費 你們有去過日本的新居住嗎 喜歡日本嗎 喜歡日本嗎 去過日本 那而且討厭日本每天都 missing 好 很多數位跟日本 你沒有搞去日本 你為什麼喜歡日本 你沒有不懂 你們大部份的人不懂日本 我們國國通道具 我都問當 persone的問題 你又不懂事 你也不知道人家的想法好不好 你也不知道人家对你是善良好还是歧视 你也不知道人家交援制度好不好 你也不知道人家守得会被公布与不公平 你也不知道人家两性关系好不好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喜欢日本的 就觉得舒服嘛 你在日本最重要的两大感受是什么 舒服 还有呢 吃的安心啊 各位 GDP有两个算法 一个叫GDPNAMI 一个叫GDPPP NAMI我不去定义 PPP的概念用购买力计算到GDP 一般而言 因为我们主要的生活是在国内和不在国外 所以一般而言经济学者 去衡量一个国家的人的消费能力 偏重GDP低率 GDP的PPP 保持偶天运谈这个东西 台湾的GDPPP 购买力计算的GDP 台湾的购买力跟日本的力的加 购买力比较强 对不起 一定要靠边站 不要坐枪楼上 你认为台湾比较购买力比较强还是日本购买力比较强 认为是台湾的情绪上 认为是日本的情绪上 认为是日本的情绪上 我们有没有资格自然安心 就问这一句话 有没有资格自然安心 有吧 这种服务业的国家 我们有没有资格干到水口是干净的 有吧 你全部丢下去水口会干净吗 这叫GDP Service 政府最重要 政府是全世界最大的服务业 全世界都是欸 我们讲台湾为什么不要政府服务业啊 我提两个问题 你这么有钱 然后就住在猪社里头 你说是不是 我们住得像猪 我们吃得像猪 不是我讲的 十几年前有一个英国人 讨了一个台湾人家开滩 离婚的时候打官司 英国的这个律师 真的在英国法院提出来 他要兼务权的理由是因为 台湾人住得像猪 吃得像猪 那是一个不适合让孩子 正在不适合为 这件事情与年一群 这是objective observation 我们到今天 他就住得像猪 吃得像猪 我们以前就是太穷 所以不得已 懂不懂 你现在的购买力 为什么你还在不得已 台湾人是非常奇怪的 不得已的民族 你知道吗 我们什么都可以 一直不得已下去的 我们很多基本的 empirical的data 我们统统不知 所以第一个问题 你有钱了 你不要住得像猪 好不好 我求求你 你有钱了 你不要吃得像猪 好不好 我求求你 你如果不为自己的面子 你起码为你 爸爸妈妈的面子 好不好 你不为你爸爸妈妈的面子 你为儿子的面子 好不好 你知道真的很没面子耶 你们到底把钱拿去哪里用了 买面窝金 还没有 炒房地产 炒房地产才是最神经病的事 除非你家有三斗房子 否则房地产涨价 你绝对是输家 你不要说 我是脖子 我爸爸妈妈那一洞 以后是我住的 万全 等你爸爸妈妈死了 那房子已经倒了 只剩下一块地 房价涨了 你根本没有钱把它盖回来 除非你有第二洞 把第二洞的地平派人 来盖 给人家再盖 所以房价上涨 台湾90%的人 是受害者 我们大家很高兴 你知道吗 我们会说 薛市长 欸 你就不会做事 要滚地产 都不会反应 滚到的地产 没有几个啊 是吗 真的是做贱 人家不健踏你 你要人家健踏 我们第一个是把钱搞去 拿去做这个用的 台湾很有钱 全部拿来糟蹋 这是第一个我不了解的事 第二件事 大家一直都担心事业 你为什么要担心事业 有一个非常大的服务业 你要不要发展 可以 基地医生长到什么生活 要不要发展 那服务业 就是一个服务业啊 非常大的服务业 承认 再加上我自己的工程 自动化工程师 我就更觉得奇怪 欸 你们到底在改死吗 我们自动化 听得要死 我们现在已经把人力 节省了这么多 为什么你们不把人 拿去做服务业啊 为什么你们还没有人说 可以讲变探 Story 然后换进服务业信息 我们现在不要电力这么高啊 我们连智慧型手机都这么便宜啊 不要说智慧型手机 我要想说 现在生活甚至也不要是智慧型手机 这是丢在地上都没有人要的 弄法 这我办法要看到 多心境的费气 不要钱 所以 我们今天缺的不是钱 我们缺的不是职业 我们缺的不是职业 我们缺的是什么 一个正确探戴社会的问题 对于我们这样 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搞乱了 整个受到芝加哥学办影响的国家 全部都出了这些问题 我们是在招人家的万级八道事 国外的事业也重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加拿大 他们有一个 这个国家级的一个学术团体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是这个代号 在Ottawa这个大学 举办了2015年的学术园大会 这是学会的年度的讨论 Symposium on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and the Future of Women 确实当然也把自己搞到很讲 为什么占业 这是美国加拿大统用的办法 毕业了一天 恭喜你毕业了 然后就失业了 所以还有高教失业 全世界都很严重 这个是 把狭义定义的失业率 这个是把部分公司 跟作者性失业拴进去的失业率 跟高 美国大学生失业率 把没有被拴到的失业率 我们再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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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看美国大学毕业生 只有42%的人在appropriate job 就是适合大学毕业的工作 有26%是在high school的appropriate job 也就是高层定居 变相的失业 他叫uncle and trauma 这是根本就是失业 这个是autentable force 这叫做作者性的失业 在vanking school 里面有一个很高比例是隐藏性的失业 所以你马上去不算准备一下大学生 军队有工作失业的事实 这是一个只要相信政府的spending 都是浪费 这种想法的国家都一定能处理证明 因为李峰记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 跟一个我们deserved service 我们自动化就是为了让人类 可以不要做无聊的事 可是你一直不懂 所以才会考到工学院的教授去念经济学 因为你一直不懂我们在干什么 下一位 那我们下一位 这是英国 你说美国可能有大学生供应过程 好吧 英国的大学生入学率只有30% 他照样失业率非常的严重 大学毕业生坚就高中升职学的 从37%一直上升到数据 加拿大很惨 很多大学毕业生被管 说现在没有工作 但如果你愿意当没有薪水的eater 我就先给你工作 然后以后有缺 你从优有你整个缺 所以就搞出了一大堆没有钱的东西 这个事情 我知道最新闻的时候 我说我人在爱尔兰跟我书女儿聊天 我书女儿不信已经 她的mother language是中文 那她的first language就可以订阅 因为跟我讲话都是用英文翻译成中文 这样过好 另外一件事她告诉我说 slip 我就很压抑 小学三年级你懂不懂slip 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实验 她老师有教 我现在讲什么问题 她说 why has to work but have to work pay 这是什么 这个是比奴役还更糟 为什么 因为我书女儿忘了一件事 non pay 但她有地方住有地址 这个 没有钱的intensive是什么 non pay的intensive是什么 没有pay 是自己做自己 那比奴役还更糟 而且这个都会很普遍 普遍到什么 US Department of Labor Guidelines 来告诉这些intensive 你刚才大学毕业生 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为保护自己 然后呢 加拿大米国都有一大堆law firm 在专门在做这个law firm 你说那种非常popular的状况 问题很严重 我现在讲 为什么保持这个现象 机器总体 19世纪就开始有一种想象 以为我事业是因为机器取代的人 直接的原因是这个 但是其实这一个事情 有非常复杂的解决的方法 你不该去 动不动就圆居我们这些制造的问题 我们是好意 我们不是怀着还善意做坏事 是你们不会用我们 所以你们还搞得外面 sorry 一定要骂经济权责跟政治家 绝不该骂公权业法 我会听你们把productivity提高了 我会帮你们把没必要的时间减少 你这样 德国他们就会通过全国总共会 干脆自己调降工时嘛 所以调降工时是其中一种方式嘛 就是增加你的lature time 那是一种办法啦 所以凯因斯才会觉得说 你是啊 政府规定 以后每周工作15小时 那然后就充分丢业啊 凯因斯理论最重要就是要充分丢业 怎么可能让你失业啊 对不对 所以政府规定每个人工作15小时 我也想这么想 但是人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才会后来才会想说 那算了 政府收税了 我就弄 每天晚上给你这个 classical music alty music alty music alty concert 对不对 那么多美地漂亮的地方 文化合算怎么是干净 对不起各位 邀请你来 参业 在台湾里头一个绝不封法台的故事 我是工程师啊 我是那种土画出来 这个可以把它做出来的呢 由不来学群啊 除了我在家里念哲学书的时候 我现在在外面我睡觉 请你们问我做一个好故事 我们愿意把一部分钱丢到黑窗 把它丢成这样子 我们让台湾的所有的部分空间 跟日本欧洲一样的美丽 一样的干净也有舒适 我们好好训练我们的文科跟美术科系的学生 我们让全台湾所有公共消费场所 眼睛看起来耳朵听起来做起来 舒适程度就像日本道经文 这个做得到吗 你这是做得到的事吗 我们要做出Apple是不可能的事吗 但是我们要改善生活 完全是要不要的问题吗 是不是 我们就让大家这么样舒适的要关注 好不好 我们好好训练我们餐饮业的人 包括你外园区毕业 你要当出色大厨 没问题 我们把台湾的所有的制度 好不好 就是台北 台北的平均的餐饮的水准 跟上东京 这做得到吗 舒适程度比得上东京 舒适程度比得上东京 更近度好不好 餐饮的好吃程度 安全程度比得上东京 好不好 讲完点 你知道世界来发生什么事吗 蛤 你知道世界来发生什么事吗 那可能就跑来消费吧 他说呢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 这叫服务业出口 这不算出口 这就叫出口 你只要把自己住的地方搞好 就出口了喔 你为什么一定要修改环保法规 容许更脏的工业 然后呢 住的更像猪 吃的更像猪 然后就为了出口 这什么脑袋 这谁叫出来的 竟然还在大毕业 所以 经营一个社会的方式 是非常多余非常丰富的 我们一直停留在 八年抗争 我就记得二十年前 我在清华动机系 新会议 有老师提议说 现在台湾太热了 我们那个教室可以装免机 就装免机 然后也有老师就说 不行啦 这样太浪费了 我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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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怎样 然后那最老的七十多岁 那个说 再走回去 各位老师 我那一代才需要这样子 我那样努力 不是为了让我孙子 跟我一样打八年看战 都已经环境不一样了 因为都不给它吹冷气 你没解了吗 那环保是另外一项 那环保是另外一项 一项 台湾今天是一个 五万五 GDP 是五万五千米 那Mino Factor 都超过两万米 我们为什么要吃得像猪 住得像猪 所以今天有一个很庞大的产业 等着我们去开发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开发 我们到底政府把权拿去哪里 你不要老说怪政府 我们同意它 我们至少没看一眼 下一个 所以 当然 总派一直在讲这些事 讲这些事当时是可以的 你不能讲到21世纪 还用这个语言在谈吗 因为 在马克思的时代 没有德国的 Social market economy 在马克思的时代 没有德国的 Social democratic economy 确实是通过了马克思 通过原始共产党人 通过罗莎如森堡 他们争取到 资方跟劳方购置 我们已经有 马克思跟恩格斯 水不知道的新的发动 我们要不要用 我们要不要更积极的去干 看人类文明的开展是什么 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是政府扮演的好 整个所有的东西 好处就会出来了 今天出的问题 不是日本主义出问题 今天出的问题是政府出问题 所以不是究竟问题 它是个政治问题 下一个 你看 其实人来了 都很吓人 可是我刚刚在这个节目 已经跟你讲 他可以不吓人 但是关键在一个天 你要不要财富重分配 你做了财富重分配 他就不怕 你就不怕了 那如果财富重分配还不够 那没关系 我们再来点小工资 减少工资 我们大家好好享受 我们为什么不做点有意义的事 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在拼GDP 然后拼到 拼到我们现在小孩 没有很表示 有一天 人家告诉我台北 我一个来学生从台北 我刚才也很精帥 非常很精进 他在年收入是 看情况 看行业 800万到1000万 40万 40万 他在台北有一栋 40平方 蛮贵的 我会用他过来 我来听闻他生活以后 他跟他讲 我说你其实也不需要大方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鸣酒店 为什么 他三餐都是为了你 他往到根本没有 他三餐不只是外面 他还有什么 早餐谈早餐的生意 中餐谈中餐生意 晚餐谈一晚餐分 生意谈完 还要处理工资 也许不设计 那现在因为山西行动 便算太方便了 就吃完饭 然后找一些高院律 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做 我问了他老半天 我发现他连 除了那个吊子他 他都没有从那边做 可能他只需要一张床 跟一个女生 所以我帮他算完 爱同学我只需要学 做完美的事情 你连生活都没有 你需要一个家吗 我们指的最大问题是这个 我们怎么会 GDP越来越高 然后越来越没有的生活 我们怎么会GDP 越来越高 然后越来越不敢生小孩 所有经济学者都透视我 经济发达的问题 是会让人有更多的选择 我也觉得对啊 那现实上就不对啊 但你不能乱看 我们都研究要搞清楚 问题说在哪里 政府说事情 你们听我讲到现在 你有可能会觉得 你跟经济学者一挂的 没有 我骂我其中经济学很多东西 我都讨厌 这一件事情很奇怪 明明资本垄断是来自于特权 而不是来自于自然垄断 这些经济学者 每次都把特权垄断 误以为是自然垄断 完全就是很大 很多世界上的不公不义 经济学者 因为没有实证研究 没搞清楚 一些记忆的分别 有一分清楚 把事情都动乱 最简单一件事 到今天一直在讲 有小而美的政府 我不反对小而美 但是在台湾就把它讲成 只要小就是美 小的政府很多很丑的 你不知道 重要的是 美不美不是大跟小 我们下一页看看 再下一页 这一项是 对不起 有点看 各种中业的这一个场子 跟Home有关的部分 我把The Mountain 整成往这里 往下里 跟着往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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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重点 不是在那里 有点 就是智慧型机器人 会不会去取代谁 你看智慧型机器人 它在取代的 是越来越高阶的东西 我们这样的方法 这个趋势是这样 如果政府不管你 我们其实 两个不同条件 你不要一句话叫做 自动化一定导致事业 不是这样 你要分两个case 好不好 自动化但政府有效管理 是人类的服务 自动化但政府不管你 是人类的恶 我这样讲 我相信大家 已经讲那么多 各位了解了这一句 对吧 所以问题不是自动化 问题是怎样 问题是什么 这是蛮有名的一本书 这是蛮有名的一本书 他们在讲这一个 Skermission Edge 会怎样子 带动整个社会众集 美国人 谢谢你们 这是会被Mobach 带着施展工作 我老实讲 这些我通通都不怕 我们已经走过 因为农业的转换 然后呢 有一大堆需要去工工业 然后因为这个 製造业 就业已经满了 有一队要去服务业 这个存机选是非常动物的 但不是必要 一样 这个存机选需要 政府要去服务 因为这个存机选 里面所带动的代价 有人失业对不对 可能就是政府要去负责 那你说 为什么政府要负责失业 你政府不负责 处理失业人工的社会保险 跟社会问题 你就造成台湾今天的恶果 什么恶果 台湾今天就是因为政府耍赖 不支付社会福利 不支付社会保险 我先讲最底 王教授宣布瑞典跟平导 企业不好 就让他打 管理领导有多大 全部让你打 打了以后怎么办 打了以后就马上就新生啊 我每个礼拜要去给我的中医打过 我的中医是非常好的中医 这个 进化物理系毕业 进化物理组设施 有系统性概念 然后中医高很重的 他真的是监通中医 一个物理学 我就问他 把他问在干什么 他说啊 因为你有些那个微学罗堵塞 他功能不及了 所以只有把他破坏掉 他就会刺激他就说咋 他的功能就很难 其实失业对社会是很良性的 等一下还是这样的解题 其实我其实都一样 光是你们这种不喜欢的东西 我说他是良性的就记得 只要政府好好处理 马上就回头就好 如果政府有好好处理 失业对社会是良性的 举个例子 对不起啊 我对你们没有偏见 只是为了举例 我把我好朋友算进来 你们比较过去的那些事业 叫教授是老好朋友 假计你们是全台湾 能力最差的百分之十 不是你是全台湾最差的老板 能力最差的 他不是你的人 你让他倒 你没有能力使用资源 我就这样你就本来就该倒嘛 你倒了你就到别的公司去上班 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该是要当客员还是要当客长 他们可以到好一点的公司去 他们才可以人尽其才 所以失业对一个社会其实是好的 社会是通过失业的过程 把资源从无效利用的部门 调度到更有效利用的部门 OK 这叫优胜叶范 市场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优胜叶范 但你要注意些啥 那这些问题怎么办 这些问题就是市场不能处理的部分嘛 他就应该怎么样 你如果是在德国 尤其是在那个Heart Reform之前当中的 没关系 你事业要好 你可以领失业前的数据 你给我走一辈子 照失业前行程算 台湾不是说三个月以后就没事了 政府不理你 他不是说可以领一辈子 为什么要领一辈子 这会有一个非常奇怪的 非常非识的想法 非常无名题叫做什么 你可以有尊严的拒绝每日的工作 这是按基本人权喔 这是按基本人权耶 我可以拒绝没有尊严的工作 政府要保证人民 可以拒绝没有尊严的工作 我是总经理耶 我公升倒闭之前 我的薪水是月薪一百万 你要保证我生活水准 你要保证我生活水准 我实业零 一个月六十万 我的自尊心需要六十万 那你要我去就业六万块的 不行啊 这有商我是尊心啊 我大财小用啊 我人没有中根被发挥啊 你要给我时间 慢慢去找适合我水藏的啊 这是其中一个理由嘛 这你们可能会觉得 哇非常的豪华 那我讲另外一个团队 你当年就是因为年轻嘛 不懂事了 你决定要当工具母鸡的工程 OK 当年二十年 倒了 而且真的工具母鸡被中华民国把它吃掉了 市场萎缩了 不需要那么多工程 怎么办 他可能经过三年的再就业训练 他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啊 所以保障他的生活水准是为什么 是为了让他可以 经过重新训练才可以再就业的人 我最气那个芝加哥学派就是什么 哎 你是杀猪的对不对 失业啊 明天叫你去放学 去古典的 New Classical Model就是这个嘛 立即在就业 完全没有从社会学的立场去考虑 这个无效部门的人要到有效部门 他有一个转换的社会过程嘛 他有一个Social Process嘛 这个Social Process不是Market能够做的嘛 政府要去做嘛 所以你要搭配什么 你要撞造性破坏 你要优胜劣伴 你要把失业人口调入到更有生产力的部门去 你的前提 两个搭配套 一个配套 失业福利跟自协助金 另外一个配套 在就业的辅助跟教育 如果有这样东西 你当然是不能说失业人口越拖越好 但你绝对会乐于维持往一种稳定的失业力 以便一直把人从地效能往高效能不能 对不对 北欧是这样理解他自己的社会人力 北欧认为他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使他们 有办法拼进权力做人力调度 他们真的感到是想这样搞 那2008年经济学者通通都在讲 要增加工作的流动性 台湾的这些白痴竟然 竟然就把他理解成说 那要让坏的人比较容易一点 不是这样啦 这是40人一半啦 要让坏的人容易一点 包括什么 要让他迁驱容易一点 因为你 抵律率 计则载业消失了 对不对 消失就消失了 说了不起嘛 我政府负责贷款 我负责政府有全道的嘛 全家要搬家 我政府有相关的机制协助你嘛 你要在就业 全道机制就协助你了嘛 对不对 基督掌业不要嘛 我们去搞不定高级掌业流程做好了 但你要一个完整的一个配料 所以其实本来社会学里面有一个分支 叫经济社会学 非常非常有的 我们明镜长时代有一个国政部门 我们是台大社会系的教授姓氏 我说哇 很有奥贵的用力 叫什么 肖心王 是不是 是肖心王法 是不是叫肖心王 肖心王法 肖心王 早期就是带动台湾 经济社会学研究 非常有问题 但那个时候的野心跟口碑就是 他们对台湾经济失误的理解 可以超出经济学者 确实是对 就是在差不多我正名气上下的 台湾的经济社会学者 那谎的话 拿了博士 最不研究经济社会学问题 所以台湾的经济学者 变相只剩下几个 所以整个国家管理 那个经济的process 变成一堆轰动的数字 没有一种跟社会的整个脉络 能够接通的一个部分 所以台湾整个经济学者 那个整个解释出问题 那那整个是会脱节掉的 好 所以 有风险的职业很多 你不要怕 我们中校其实是 地域提高了 最好是中校新的工作 没法中校新的 更有意义的工作 那不然就减少工时 其实对我来讲 年减少工时 我都已经觉得 有点负面了 我如果可以在我 喜欢的情歌给你听 换一个月的薪水果 为什么不差 我为什么要在家里休息 我如果可以讲庄子给你听 换一年的所得 我跟你讲 不要这样说 你真的有诚意 要出钱听我讲庄子 一天所得我都愿意讲 我就是 很喜欢讲哲学 没有人要听嘛 我如果可以做 我喜欢做的事 我为什么不做 我为什么要休闲啊 OK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市场可交换的东西 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 在市场上不可交换 这就是广益的market failure 你政府要去套一套 交换的机制 套一套不出来怎么办 我政府就摆明了 你们如果愿意支持我当总统 三十年 讲好 三十年不止把我判掉 对不对 我就可以克服行无阻 我克服行八套 我三十年内 我就公开 我拿20%的GDP 全部在5.1元 全部是撒在把水垢弄干净 把你听到的声音 全部都让干净 不好听 然后政府 或者出钱或者立法 就让不好听的声音该做 我让台湾是一个优势的台湾 光这样 人家就来观光消灭 台湾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之后就全部搞服务业 有什么不好 服务业是最冷静化的行业 对不对 我们工学院很多学生 后来不喜欢当工学院 当工证事 就是干不到人嘛 总结关在这些日子里头嘛 对不对 所以服务业是一个很好的产业 服务业 继续的工具 服务业非常有趣 服务业可以是越来越细腻 表面上越来越没有效率 因为效率讲的是贴 服务业可以是越来越细腻的 我讲的是贴 就永远不会失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个大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管理的问题 是我们对社会 有没有一个好的vision 然后这样的一个vision 我们有没有一个consensus 有一个共识 然后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 我们懂不懂得 去管理我们的社会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服务 变成我们的policy 所以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学会 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社会愿者 不是空想愿者 踏实的社会愿者 然后懂得社会管理他 这才是我们可以丢给效应 我们的建筑业的东西 不是什么皇帝长一直讲 一直讲 我讲一个世界的问题 皇帝长泡沫花指数 我查过六个 都是160%到天外博士 他都说100%就泡沫花 六个指数都160%到天外博士 我没有办法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因为那个指数的英文语字叫 Affortability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 老子有钱我就负担你其中文 你知道台湾人多有钱吗 我们房价这么高 是因为我们这么有钱 还叫上因为我们这么穷 人家有钱是用来创造 下一代的福祉 我们是用钱来创造下一代的祸害 让下一代看不到 你为什么不把钱拿到水沟里去丢 你把钱丢到水沟里都比你把钱拿到房子上好啊 你丢到水沟里去 你孩子还是觉得买得几房子 而且水沟变干净了 你把钱拿去丢在房子里 你孩子买不几房子 然后水够脏 不是一样脏 是更脏 所以我怎么发展会出了这些问题吗 所以 是这些事情会发生但你不要怕 所以你一定要讨好永继讲给你 绝对可以讨好你 我们现在的制动 过去的制动化 第一场制动化是取代体力 后来是取代技巧 现在是取代思考和视觉 因为我退休前就是在做视觉制动化 我退休前告诉学生的一句最重要 上个讲的一句话就是 你们去看 任何一个工厂里头还有工业 基本上八九成都是因为要用他的眼睛跟视觉来 那就是我们做生物吧 我们只要成功了就可以这样再学习 但我没有关心你了 他就离开工厂 工厂一点都不好玩 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留在工厂呢 就离开工厂 看你是要开意大利餐厅 还是你要唱歌 还是要讲Fentime Story 我们应该去创造这些产业了 那因为大家都很自私 大家都很小气 你要我说你没有工作给你钱 我受不了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说那好 我们大家来通过政府 我们大家都认为孩子懂唐诗是好事 对不对 那你你什么不得花钱 那好 政府金莲花编 GDP师的圣语 想要教小孩子读唐诗的 统统来我这个影片讲 我这样想看稍微有点夸张 但我应该往这些方向去思论 如何让有利益的人类活动 变成可交换 GDP没什么了不起 GDP是什么意思 我为你做一件事情 你没有给我钱就不算GDP 我为你做一件事情 你没有给我钱就不算GDP 了解吗 所以你大家为你做的事 在GDP里头不看 可是你如果可以跟他说 这样好不好 你主管我给你两千块 但是我到处的时候 你给我两千块 然后你就报给财政 你当然就有事情 所以我们的金融 最大问题是 有价值的人类活动 没有办法Trading 那你没办法追点 那中国政府就是一种追点方式 所以我如果我就是 延续十年 我每年股提 用1%的GDP 我就是办这个很棒的 另外的这个 股提音乐 一定会有那种小气的人 每天电子都在报 用掉我1%的GDP 政府净费的10% 我不听怎么行 听不懂我也要听 我就是要你解释 你听不懂你就外带要听 一代听不懂 第二代不小心有一半年听得懂 下一代再有一半年听得懂 突然就变成听到古典音乐地方 古典音乐市场就跑出来 这就是凯因斯理论里头讲的 要经过二次世界大战 把大量的工业用品 用武器这样把它弹费掉 才终于创造出一个制造业 1930年就是这个问题 制造业有技术 可以supply 但成本不够低 因为量不够大 我就没办法自动化生产 因为通过战争 所以搞了大量的制造化生产设备 所以战后的核大低率有大幅提升 所以制造业就变成是 所有人都可以享受不再次设置 那今天也一样嘛 为什么没有文化消费 因为它是社产人 因为消费者没有消费能力 没有消费体验 有效需求别重 这只是因为我喜欢文化 所以我就讲文化 我们可以谈别的东西 但这个整个的概念 自动化过程 其实是要让人离开明义的牢业 然后希望我们去创造训练多余 我们未来的话 将会把人类会分成A主动力 如果你停留在制造业 你如果不停留在制造业 就不会有这个动力 A主是这样 它的这一个能力 就是自动化的能力会智慧化 它的智慧化能力越来越高 它最后会超过85%的增 它们的程度能力都比较差 这一群人是可被机器取代 但不一定会被机器取代 其实就是 这一群人如果愿意给到工资 比自动化的工资还低 那整个ID它就可以有工作 所以在台湾 那个PC版 是自动化的机器代操作 但是在中国大陆 它是半自动化的机器 然后呢 比较困难的会有那些能力 因为它能力太平衡了 所以我们将要被迫 因为你的能力比自动化机器强的 这群人 比如说MIT的工资 它们将会有非常高的收入 所得越来越高 都是A主 但是制造业会有B主的 B主的能力 B主的能力是可被自动化去代表 它都要跟自动化设备竞争成合 所以它的薪水就必须要低于自动化的程度 如果政府不去主义 就会跑出有超过85个胜利的人 受得在黑中心 或女后心 如果政府不主义 中南海人的定位是不高的 但它就不会再学习台湾 它直接讲到台湾 那就是充满着坏内心思 所以最后还是这么做问题 下一页 你看美国就是因为不好好去搞这件事 所以它搞出这样的产业变化 制造业是就业人口最多的地方 却制造业占着GDP一直往下跌 然后在GDP的%上升的是均农业 你没有太好开心的 它是人均产值上升 或不是就业人口上升啊 所以它就业人口没有增加 它是走的反而增加了 然后这一边是就业人口 想要就业的没有减少 但position在下降 那你就会产生表面上叫做功过于求 它价格就会用 市场机制就会被加下去 然后在经济学的白痴就说 这市场机制啊 功过于求是必然的啊 乙气水白痴会比较低啊 你把结果当原因就知道了 我是一个经济社会学 从社会学角度看 你看 我不会只接受结果 我知道现在功过于求啊 我要问的不是功过于求怎么办 我要问的是 我如何功不过于求 我要往前步的 功过于求是攻击太多 还是需求不足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装造攻击 对不对 我不可以把一部分人调走 减少需求 所以这不再去做一个前面的事 可是很多学经济学的人 就是这样 要攻击几缺子给定 需求几缺子给定 你两个人都给定 他底下来讲什么 谈产业政策 攻击线绝不是给定的 需求线绝不是给定的 你若先给定 那没什么好讲的嘛 我们中原院院士 去当经济会定位 还是一样 先给定功需取件 然后才开始来的事情 中原有什么脑袋 所以你看这个 尊业服务服务业是什么东西 就是大学教授 就是Facebook那一种地方 Facebook你不能叫他说是造业 他什么也没有造 Apple还竟然造了一个手机 Facebook你造了什么 造完没了 他什么都没造 所以他这个就属于专业服务业 专业服务业 你看他在TDP也不上升去 你不要以为他就业能够有增加 没有 那人均暖子在增加 所以你这样子产业失衡 这是谁的错 你不要又告诉我说 哎不是 你有没有听过经济学 这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 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 如果不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景 政府就要出来 那就叫minding failure 你要不要这样 不要 不要你就要改啊 政府就要出来啊 政府就要做什么 德国的做法 那我就把制造业的训练弄得很扎实 德国的汽车厂 工人几星是美国汽车厂工人几星的三分 就是Foxvegan跑到美国去社长 给美国几星只有三分之一 而且美国的做政府还给Foxvegan补贴 补贴的钱多到Foxvegan在美国前三十年的人事费 绝不是做作品出的 那美国人是非常的气氛 非常的困难 你这是搞什么鬼 根本就是政府出钱 让Foxvegan去用义工嘛 你不要也有什么好 Foxvegan把美国这些工人抓过来 发现多不容易 才除外都是废人 不得意 在Foxvegan旁边扮演技术学校 把德国制的 技术体系教育 给过去配合能用的工人 你就知道人家大国技职的教育 发达到什么程度 有兴趣 他彭明辉 独立评论 我手里变成这样 我特地就是要去介绍 介绍让大家知道 可以这样子做 可是第二个问题 你看 台湾只搞科学园区高科技产业 那我们这样考的结果是什么 是技术教育也跟着校室 因为你传统过面院去校室 所以大家都只能过去科学园区上班 所以本来专长跟能力 都是技术体系的 通通过去考研究所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 九年国教十二年国教 升学压力一直下不来 因为展门在台基地门口 所有人都要去挤台基地门 展门现在科学园区门口 已经不是在大学了 那你这样考下来的最大 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 买资 你怎么增长基地匹 当然是擅长知识经济的 搞知识经济 擅长小公益的搞小公益 人尽情长的基地匹 是最大的对不对 你为什么政府服务部门的产业也不要 然后呢 技术体系相对的 这一种精密机械的产业 你不要 那你就只要那个 所谓的高科技产业 你政府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你所有的产业 你全部是为了 台识经济的校友在设计 你眼中没有人是不是 你先在学校里面 分升学班跟放邮班 你到了产业间 你还分升学班跟放邮班 更荒唐我再问你们一件事 如果台湾的产业群问题 经济不景气 立法院质询 是会骂经济部长 还是国科会主管 大家都知道 经济部长 对吧 台湾最重要的产业在哪里 科学院区 科学院区的主管机构是谁 国科会 国科会有管产业吗 没有啊 国科会有管队的政策啊 现在怎么会搞出这个东西来 政府二考二考到这样的程度 细节我先不跟你们讲 很多园区的人都在那边自以为了不起 自己怎样 你都没有梦统 问乱几次 比当年那些什么 我折天问乱问空还更严重 整个新政策院主治法 你通通不拨 这么多的经济部长 这么多的国科会主委 你为什么去面对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实 厂商 留在科学院区 因为只要爬个水 在工业区 要十四八糟 要十六八糟 要十七八糟 所以我骂十一欧四百万 为什么说我不对 必须十一欧村 躲在游戏里头四百万 我们再看一下一面 资本主义有救 到时候没有 其实我刚刚跟你讲了 资本主义就是需要有一个 有效的政府来 处理所有的market failure 它就会很好了 资本 我主要很喜欢这样形容 资本主义 市场局势跟资本主义 在我们心目中 一统一度的眼线 或者非洲的眼线 你没有把它巡伏 它会践踏壮将 它会踩死 你把它巡伏 你就可以拿它来耕田开山 市场就是这样的东西 有人真的把它管住 就叫当地 德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理论 叫older people 这个人 发起的是一个经济学者叫欧肯 在1960年代 从1940年代开始 叫欧肯 叫older people 又有人叫他fiber school 他们就有一个基本性 他们认为现实世界中的资本主义是 你亚当史密的心目中的公平竞争很遥远 亚当史密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是公平竞争很简单 因为亚当史密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是手工业子 手工业子会不会有不公平竞争 不会 手工业子会不会有剥削 会不会劳心剥削 不会 都是资本主义 所以亚当史密的 那一个反本向资本主义 刚刚好就是 新古典经济学里面得到的 完全一样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他都假设了 完全公平竞争 现实世界中 只有过一个完全公平竞争的经济 就是亚当史密 Glascom的手工业子 你现在经验大到 连国家都可以满通 你还神经病 以为 你Glascom的里面的市场 就是现实世界的市场 就不去白痴 所以我最欺激的 经济学者是记得一句 你必须要看懂你的理论假设 跟现实世界的落差 然后你要想办 设计一个气质把它给弥补起来 德国这个欧肯 他就发明一个东西 他说 所有的资方都是真的是很快 所以为了让市场 可以像亚当史密讲的公平竞争 我们必须要靠法律的意义 所以他们竟然是 法律学者跟经济学者 去设计一大堆的 经济教育的规范 要求在所有的transaction里头 都是买卖双方对斗教育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买卖双方 这是做什么 上班主 如果我所谓第一次从那时候的买卖 他们觉得这个很持续 其实只要一个国家 法律理事完备 有办法规范所有的买卖双方的 谈价 溢价权是公平对的 资本主义就是很好的 因为classical model 证明到非常非常多的好东西 其实都是真的 但他平时没有弄懂 我读过张军熙 我跟张军熙谈过 我说那政府做什么 那政府没什么 政府只要负责 维持公平竞争就好了 维持公平的交易秩序就好了 但是我发现 我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 很多年没接张军熙 我猜张军熙从来没想清楚 他那发生真诀的事情 人家在德国是真的 一群法律学者跟经济学者 花了40年写出东西 然后叫older liberal 后来跑出一个基督徒说 哇这东西很好用 这样产生出来的社会 只要再稍微加一点点加工 就可以变成基督徒 共享中的世界 就把它稍微加了一点工 就变成叫做social market 德国经济部 你去查网页第1页 德国经济部的基本原则 叫social market economy 俩德统一 基本原则叫social market economy 有建成的好东西 不要不知道 不要在今天还继续讲马克思 不是不可以 不是不可以讲马克思 不可以只讲马克思 好不好 你今天还只讲马克思 那就简直像德国人 过去几十年的努力 都不曾存在一样 人类曾经花很大力 就过很多努力 人家最终还有另外一批经济学者 也是很绝 这两个国家最绝的东西 他们有很特殊的经济学者 有非常特殊的想法 我就随便出例子 最终的经济学者 两个竟然搞出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按规定 最终国内同一个产业功能 一定要一批经济学者 就 我不管你技术好不好 你都可以一批经济学者 我以为台湾难道 名利上同工 实际上产出不同 怎么可以同仇呢 当然理论很简单 这样搞下去 想都很清楚 不用想都知道 那个 生产力差的工厂一定会倒 对不对 但是福利国家 他根本就不怕那些工厂 我就故意用这个办法 强迫大家薪水一样 我要加速优胜练买 但是我用福利体系来支撑 没有受害者 所以人家是因为完整配套 不过不能说我在经济系 我是经济专家 我谈经济 彭宁慧你是经济系教授 不要来烦我 这个陈东生 你是社会学人 不要来烦我 经济学是一个social system里面的subsystem 而且是individable的一个subsystem 你不会把自己跟别人一起应该来的 你要有其他东西的被盗 你才能够发挥好的东西 我们就这些东西都不被盗 下一页 下一页 这个是第一次的革命 到了Internet的CPU 后头可能会再有一支更大的革命 这个更大的革命里头 它可能会继续的带动 下一步的生产力的提升 那我们要不然就是先提高 要不然就是用工时减少 要不然我们就要创造新的成果 那下一个我们隔壁出现的东西 机会有没有 你可以看 它其实都是因为核式技术的问题 它其实是配套的Instrastructure 第一次的革命是水地仿车 它是工业革命跟自动化 它其实重点是自动化 用水地跟自动化来带动 但这个东西要产生它最大的impact 最大的capacity 它需要有水域的运输系统 它要有国营公司的出现 要有这些Inrastructure 才可以把它Fully Realize 它可以的硬化 那第二个工业革命是铁路 那它的重点的技术核心是 政绩革命更大的工 比水力更大的可控制的动力 水力是不可控制的车能力 那铁路化是transportation速度更大 但是它同时也带动钢铁这一个工业 但是你这一个产业要不够Fully Realize 它需要的东西是 你要费除关税 你没有费除关税 你没办法跨国贸易 你没有跨国贸易 铁路是没有用的 我还是乡村贸易的 就是牛车就好了 你干嘛去搞这个铁路 所以它需要有这个自由贸易 这个配套 才可以Fully Realize它所有potation 然后整个世界就不会被破坏性撞造 这个撞造会带动 全部的破坏性撞造 然后全部被控制 我不讲 不要应该也讲 福特汽车 这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会造成大量的失业 这个大量的失业需要有配套 然后它需要 这么大的生产量 必须要有跨国的贸易 所以它的配套就是 这个贸易就在这 就是我讲的1945到1976 你必须要有社会福利 工人才愿意接受 这一个自动化 否则就会有19世纪 自动化 公能抗拒这件事 所以本来market 就不可能解决 百分之百的东西 不足的部分 你政府要有足够的智慧 学术权料 有足够的智慧 去处理那一个market 你说插屁股 太看不起政府了 政府其实不是插屁股 是政府跟市场等于左右眼之间 他们彼此互补对方的困主 这样保前走 这才是一个好的进步的数目 所以它要有国际货币金融 它要是 它需要全球贸易 它需要全球的金融的集资 我今天是Intel CPU 后面可以带动的东西 什么物联网 行动运算 万七八二一大堆的东西 包括硬体的产业 软体的产业 Entertainment的产业 甚至Buy-Buy-Buy knowledge 像我自己 我今天最重要的余乐就是 Google Starry 你们能不能讲一下我 用Google Starry用到什么程度 分享一下 用过Google Starry 用Google Starry 用Google Starry的时候 Google Starry要求你 照它上面的数字 点字 填入 以便证明 你不是自己 有被要求这样的情绪生 蛤? 用Google St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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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被要求输入两组密码的人 有被要求输入两组密码的人 你也被要求到两组 我是说同一次的Request 就要求输入两组密码的人 你一天下载多少密码? 你一天下载多少密码?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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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今天只有一个 同一个A 我一天 MonoSkiller下载的篇本 大概都是上百匹 所以他一直怀疑我 到底是谁是 一群维连 所以 那个就是我的娱乐啊 免费的啊 所以 其实科技进步是真的 科技进步真的 可以带给人家的好处 前提 你懂得管理 但科技的管理一定通过政府 绝对不是通过市场 所以我们过去那个自家开学 他一直讲说要 要把政府的一些工资取消等等等等 通通都是有问题的 我今天没有够讲更多 经济学对我给你提 经济学最新的研究有 非常多的东西都推翻了自家庭学法 我刚才都不去谱那些问题 我下载路里基本上都是自家庭学 因为我要把事情搞清楚 好 这一个东西 它需要搭配的东西是什么? 因为它太大量的取代掉能力 那需要的搭配的制度 它会是 因为这样子搞下去 屏幕差距太大 屏幕差距太大 它也会造成政治上面的动画 那跟当你 你的自动化 如果没有社会福利的搭配 一定就是合力 同样的 你如果说 你不去处理 这个自动化 所造成的失业问题 你后面一定会是政治的动作 那根据他们Bicchetti的讲述 但是那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必须要做全国重复 因为在我们刚刚讲的 这整个的自动化 跟决定化过程中 屏幕差距会 市场的机制 会使屏幕差距自动的扩大 但你不要说 那是市场的错 那是市场的功能 所以我们要尊重市场 你神经病都已经出那么大问题 你还在尊重市场? 市场做不到你还做嘛 你要做财富重迴配 财富重迴配 现在就是有逃漏税问题嘛 那就是税之全球化 这是全球化 为什么 Promise Bicchetti 提出来的时候 大家为什么要笑它 如果WTO可以谈 关税减免 为什么WTO不能谈 其他的税的全球化? 当然可以啊 欧盟已经所有财政部长 结合起来 一起抓逃漏税了啊 我们就是要该走那种方向去嘛 我们只能选择或者革命 或者享受科技的成果 本来就是这样嘛 从马克思开始 我们要学到的教训是什么? 科技可以造福人类 可以危害人类 如果政治处理得好 科技就可以造福人类 如果政府没有处理得好 科技就会危害人类 然后就会危害人类 事情是 完整看起来 它其实是这样的 那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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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可能知道 我心里也不想知道 好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其实 试验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过去知道 那一条问题是皮肤差距扩大 全世界都抓了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 我也没办法 你回去地方去查评 皮肤差距扩大 它会发生两个结果 第一个 因为只是皮肤差距扩大 我们刚刚看到情况 美国前面那一页讲的就是 美国过去三十年 8%的人的所得是下降 所得下降 消费当然就是下降 他们的消费是实质消费 当他们的消费下降 服务业跟制造业的需求 就会回升 这个市场萎缩的过程 它的获利就不可能上升 它的获利就会下降 那获利下降 所有的资金就会离开它 寻找新的标题 那这个才是实质的以卡里 那离开实质以卡里 那离开实质以卡里 一定就是什么 一定就是投机 投机最有可能被物赢 被把投机当作投资的 也就是搞不清楚 理性理非理性分不清楚 最重要的两个大体是什么 房地产跟金融 所以金融应该会往那个地方去 所以一定会去炒作 房地产跟股市的价格 台湾也一样嘛 台湾是因为 这一个re economy 没有expand 所以我们才会把钱 全部涌到股市跟房市去 那你如果你制造业 无法扩大 政府服务业被扩大 你为什么政府服务业 不去扩大 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已经住得像猪 吃得像猪 我们大有吃的要求改善 政府为什么不去 好好去改善 对不对 如果大家扩大理好一件事情 就是绝大部分 越来越多百分比的油 是进入的富人手里 潜在富人手里是很危险的 潜在穷人手里一定是消灭 潜在中产阶级的手里 一定是保守性格的同志 潜在超级有钱人手中 一定是金钱游戏 因为它可以有货 它不再用这个钱 所以你会使得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是同时有投机性格 跟投资性格 两种都有 它是有百分比的匹配 你钱在富人手上越多 它的投机性格就会越强 这边你去鼓励了投机 这边的金钱又鼓励了投机 两个加起来 不管谁当中的 必然会有问题 然后 这是另一件事 你这边萎缩以后 你需要的 救援的果就很少 可是自动化 又一直在推动 这两个效益 总结果 潜在人口去 潜在人口去 潜在人口去有下降 我又没有办法不生小孩 还挺身早做生猪来 所以你攻击又没有 我的攻击已经上升 你需求又没有上升 你就造成结果 就做功获预求 功获预求 功获预求 CEAP上升 CEAP上升 大学生彼此抢工作 彼此抢彼此 彼此抢彼此 工作条件 就跑出来很好 你说什么非典就业生常态 什么狗屁这么乱 怎么可以去讲这种话 而一点就业常态的话 就代表市场已经失能了 而且政府跟着失能 因为市场失能的时候 白领可以逼选 政府就要想法主理 叫鼓励科 你为什么不去鼓 所以你就放任 市场已经失能 政府不去主理 你就会工资下进 你就会报教 你这个现象一出现 使平复参举 口袁恶化 这个一恶化 我们去控制的 这个叫positive free 它最后一定是二十倍 就是越来越装备 越来越装备越来越装备 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讲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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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achelle 这已经讲过了 你讲下一个 这个是有干预的结果 这一曲线也讲 下一个 就是 你现在 就算你的资本所得 占GDP的3% 不多 可是你的资本所得的成长率 比 GDP成长率还高 那不管 你GDP原来高 它有多高 因为它成长率高 这两条曲线最后一定会相交 对不对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GDP 全部都变成资本所得 光是哪里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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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必然吗 我刚刚讲 1945到1970 是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 为什么 因为 最高 所得最高的五个% 黄色 它的所得是长是这样的 然后 所得最高的第五十个% 它的所得是长是这一项 然后呢 所得最低的20% 它的所得是长是这一项 看到吗 这一项一项 这个叫inclusive development 我把它翻译成 地利均粘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个是现在World Bank IMF 通通都在要求各国政府去做的 所以 老实讲新自由主义 已经是第十一项 因为新自由主义 最重要的三大支柱 IMF World Bank 跟WTO 三个里面有点不进去 而且 Thomas McKinney 去美国的时候 World Bank 跟IMF 都是最高贵的一项 整个经济学最前远 思想已经全部在抛弃新 芝加哥学派 不是说芝加哥学派 完全错 而是被他斗掉的 全部都被转回来 所以经济学终于回到了 芝加修和学派加凯因斯学派 终于重新回到这个位子 当然你都可以叫做新古典 新凯因斯 随便你新的 旧的随便你 后凯因斯 后新 我不再为这个意思了 也就是 重新回到有效需求 跟有效供给 必须同时重视的状态 这个东西其实指的是有效需求 很有趣的另外一个有效需求 凯因斯传统的有效需求 是government spending 但其实第一次所得分配 加二次所得总分配 也可以创造有效需求 什么时候开始 分 Fors 看看他编 肢痹就学肛 的解采 所以真的是人类的人 好啦 在我们不要说祸翰 人类的一大失误 ok 我们该走出那个时代 保古士们把这段时间 叫做经济学的黑暗系 他都听人家讲 他是说有人说 我把他们形成攻的 STOKE EDGE 他是说这是错的 他们是 yekdu Turkish STOKE EDGE 是什么都不同 Dog H是我们曾经懂后来忘记 我们曾经懂后来忘记 是这样的 在他的税收最高的时候 是他GDP成长率最高的时候 税收不必然会伤害GDP成长率 那这个是经验的资料 更严谨的经济学的论文其实也有 不过我们想都要整天跟人担任你 你什么意思 不是那一个 所以发展过程 这个是皮肤残局的最高 然后呢最低 然后又最高 你可以看到政治上是什么改变 皮肤残局不是必要责任 你可以看得到 在 他不那么深入力 他所赚到的钱 可以从1975一路过来 你看人家 德国变化不大 美国变化非常的大 瑞士变化不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 OK 经济跟政治跟社会 三个系统必须搭构在一起看 才会跟那个社会完整的生态样貌 不要再把它拆开来看 所以解决办法是什么 你把贫富商区一缩小 那1%的人的消费就会成长 他的支出就会成长 这个产业就会成长 这产业成长 他的利润就会相对的高 他就会吸收到一部分的资金 比如他就缩小 资金的这个投机的性格就会下降 这一边可以吸收到比较稳定的时间 这一边的投机的性格下降 金种的投机性格就会降下来 泡沫化的风险就会继续 这一边扩大了 区额就业能够比较多 但自动化让它持续下去 两个相近抵的结果 需求人口不见得有成绩 但是基本上从自动化 跟过去的产业变化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来取一件事 自动化、制造业的口捡场 服务业的口捡场都算是 因为它代表我们可以开创新的产业 但这个新的产业的开创 有时候是需要这么进来 所以把它要第四产业 文化效率展开 不是看电影 看电影也可以 我不要只看那张电影 周星子也可以 不要太多电影 那你这一个第四产业也进来 它就可以翻转人力需求 产业的需求就有精度可以达到平衡 我为什么越为公布越求 因为像我们现在 我们需要把运动给它掌注 那你就这样的平衡就会想去建立出 关键所有的方块差别在哪里 你看 1. 财富重分配 2. 政府接触 推断第四产业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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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没有关键 下面 下面 按这里 美国认证失业的是什么 失业的口罪严重 建筑业 为什么要让建筑业的人失业 为什么要让建筑业的人失业 为什么不能政府出一些钱 我们来盖一些好看的房子 为什么不去弄一些好的公共空间 为什么是对人类进步最有意义的东西 失业去最高 艺术系 为什么不用政府的咖啡店 来让台湾人拥有美术改 西九就会讲很难 我们不能让人类人失业 单纯就是因为它没办法与市场的交换 我根本会通过政府的方式 来创造人文的消费的市场 或者交易贸易的机制 对不对 公共行政策会选 最有趣的是 每次有人来找文教授 我有人生哲学问题 他都直接而顺到不用给钱 但是当厂商来找我说 文教授 我需要开发一台机器 他都直接而顺到不用给钱 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人生哲学的服务不要钱 开发机器的服务就要钱 我们观念有问题 那一项产业当然一直很萎缩 另外一个很好的产业 你为什么不去开展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政府把那一群人 就是把一群人调度到那里去 让他们在那边从事生产活动跟消费 我们觉得这比武教授给薪水还更好玩一点 所以这些里头都是 这是刚刚讲韩国的 韩国的这一个是大学以上的 先看它的高等教育的再学率 你看到高等教育就学一直上升 然后我们大学的薪水一直上升 所以毕业生修就上升 然后我们高等毕业生修就上升 他们有做到 然后我们很重要 是我们这样子上做的 所以 好 下一页 如果讲这个好 下一页 你再大概看一下这个 我们都一直讲说话 那这个财富从后面就要收税 然后很多人就跟我说老师 收税有些人就宝关了 收税基业就宝关了 老师你会这样子负责任 我说好 我同意你家族 家族 收税会让有钱人跑到 有些人会跑去哪里 睡最低 我不要给他 睡最低 睡最低 他在哪里 你有没有听说世界 首富台昂法前五百年在身体中华民工科技 没听过 有钱人住在公共建设发达的地方 有钱人怎么可能去到台湾来 住那种住住的地方吃 住四地东西 我给你研薪一千万 让你在四川的山沟里 吃有图的东西 愿意去的 你这样去死你了 愿意的不行 即将概念吗 有钱人要让孩子受好的救命 有钱人要住好的公共间 有钱人所有他要的都是什么 保护工夫 加油 那你收税 今夜就保护工 好啊 今夜跑去哪 对不起 张晏 今夜跑去哪里 所以说最低的地方在哪里 哪里 哪里 你睡低到这么低 你的高本是被同学低的 你低到这么低 你公共和福利口之中是什么 你人才当然这么漂亮 本来人当然看不到位 所以 我不能再这样子讲下去 我去我去我去 你底下不讲 因为我长在太多 想要弱一点 老师说姐姐到这边讲 我大部分上都讲完 事实有没有讲 好 那代表 有没有最后一页 上一页 好 大概是这样看 我们如果理解政治 其实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政府部门 对不对 他可以通过他的制度 跟立法来影响企业的竞争 他可以制造公平竞争 他也可以制造不公平竞争 通过这个就可以了 他可以通过他的税收 跟他的支出 他可以辅助某些产业 他可以赶引某些产业 我们就是必须要通过 公共领域的第三部门 因为你选一次闪中 闪中是没有努力控制政策 我们先说 我们再做什么 因为政府是可以这样影响企业的 企业都知道 所以企业一定想去办法 快扣过来控制政策 以便影响政府的次度 力量税收之差 来造成对它最危险的情况 也因而造成不公平竞争 不公平竞争 就会造成资源的不效分裂 以及财富的不效配处 各种 台湾其实同样的法师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系列长天都在算计完那种 我们的选择在哪 我们每四年放三年三百六十四天的假 我们只有选举那天在管政府 我们接到时候我们自己都在放假 我们放假的时候他还继续在操纵政府 你觉得这样子的社会有可能进入吗 但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 政府不进步就骂就结束了 可是我募过一个工厂的一个企业的董事长 跟我讲说 别人有工厂一个礼拜上三天 他说那是我们的工厂 我是每天一定要上班的 总经理是我骗的 我如果不上班 他把我公司卖掉 你说我怪自己还是怪他 怪自己啊 你自己不把公司卖掉 我们的民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只有小股东没有大股东 每个小股东都觉得缺了我没关系 没有任何人觉得缺了我有关系 所以我通通都缺起来 那个就是像我以前有一次大学上课 每个小股东都算主别人会上课 结果那天只有不缺 我不是说 选民都认为自己是可或缺的 所以最后就没有能管政策 所以就只有企业在保障 我们其实老实讲今天 室内有问题 一大堆的问题 因为我刚才讲政府可以做的事太多了 太多了 都没有做 因为基督做法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政府喜欢把台湾 保留在适合主义跟适合主义 所以说马英九小孩子要住台湾 所以听说马英九小孩子要住台湾 我们没听说送主义小孩子要住台湾 有没有人听说送主义小孩子要住台湾 所以为什么他们因为其实只有我在住 因为我要我孩子住台湾 你们有没有女孩子住台湾 台湾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还要听到我们叫我一个名字叫什么 姓鲍 对 你是新竹人吗 对 你是客家人吗 到今天还在问我客家人 我是台湾人 你还要来搞民歌系的道是不是 我们都要捡骨 为什么要捡骨 你难也有捡骨 移民智慧的风俗 台湾人捡骨更厉害 为什么不承认台湾 我常常问人家姓鲍丁 台湾一共有多少国民 皇城口表就三百十五百万 我们有多少国民 你要愿意经营这个社会 愿意把它变成更好的社会 交给你的校团 你才有资格当国民 我这样讲都不怕别人 有发来这个院里面工作在这里吗 就这样 就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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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生意 韩操事 那 哪一字起 以前 半个月以后 看到 麻辉之歌 这个 這個NPP 我看到這個差不多要20分鐘講了 這個熱線了...大概要20分鐘 所以我都已經2分鐘的時間 做了我這個全國的文化 這個問題是 이거吧 也可以請接著一下溫老師 溫老師他剛剛提到的 其實溫老師他不是學經濟學者 他緩了非經濟學者 才有這個平安性問貢 經濟學者 breath slow 自由主義黨 自由經濟學文 或是何老師所批 那個所謂資家科學派 台灣是走美國的 所謂的資本主義這條路 但我們走這一條路 美國資本主義一直發展到 像是領導權事件 所以很多國家都都疑問 美國是最好的 全球人當然是不在效盟的 所以當連根跟查契爾他們推出來全球化 全球化是資本主義 把它的影響力擴充到全球化 全球化絕對不是所謂的分配分享的精實化 不是全球的精實化 而是 剛剛評論是這個問題 金融市場的全球化 金融市場很快速流動 很快速 勞工流動很慢 你要出去的話 你要簽證 你到那邊還有工作錢 很難 所以勞工改正 其實比較會蠻移動的 但是資金融會移動 所以很多的國家在結局化之下 就要吸引資金 他有幾個辦法 第一個 文老師剛剛提到一個 減稅 減稅是最有吸引力的 第二個是便利得到通力 中國是便利得到通力 吸引很多的價格會到中國大陸去的 它跟全球的價格市場 中國現在啊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年輕人的薪資跟韓國比起來 為什麼韓國那麼多 韓國他們那個薪資 我們簽名的薪資 大學畢業生的薪度比我們高很多 高升一兩倍以上 那為什麼他們能夠做到這樣 勞工薪資的調整 最後兩個 第一個 我們依賴的工業很弱 台灣的工業是前走最高的 另外我們都做小企業的 沒幫我們養活工會 那除小企業 占我們的企業 有百分之九十七是中小企業 那大企業上萬人的幾乎很少 就是工業失業 或者網友記錄大概有上萬人的 其他價錢都沒有上萬人的 那這樣的勞工人還真心 就有自己的介入 所以要調整基本工資 我們民進黨執政工資中間有十年不調 一毛錢不調 一毛錢不調基本上後來調了 民進黨調了有一次比較高一點的 這樣七趴那是最高的 接下來的南球上來的三趴三趴兩次 就這樣沒有了 那你怎麼變韓國民啊 中國大陸也調很快啊 韓國他們有一個規定 就有一個有三趴 就是GDP的成長 以及生產力的提高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 再來就是物價主事 用這三個就是很容易算出來公事 這三個公事算出來就馬上可以調啊 很簡單 但是我們不看 我覺得不會 所以沒什麼鬼人一直提高 想說政治談判 那政治談判就是 老婆沒有辦法 沒有理想談判 你進去的人 老婆只大概兩三個 提到政府官員跟資方有更多 佔得到七八成 不知道你怎麼提高 不可能 所以韓國大陸國 2005年我去那個時候 他們的最低薪資 四百塊錢 免得四百塊錢的免病 大概四百 現在也得到這間兩千塊 那五倍 現在五倍 台灣啊 我們哪有 我們一次挑戰是 能的窩能啊 能夠無單的價格 一天加一個無單的 是五大吧 那我們 雖然我們氣增費 那第二個方法 不用資金融公司 那你說什麼 德國以的人要資金融公司 那最近德國他們才 去年才通過 要有資金融公司 因為他們也覺得 薪資本身挑戰很慢 那瑞人根本沒有 他說 他很老實講 他是團結工資啊 所以每個行業的 他其實他不是只有 每個行業 所有的代表全部在一起談 勞工的代表 資本的代表 每年 薩資一般都沒有 在那一談 談就是要協議出 他們的勞工也對 這是我們的工作 那談出來 那他所有的勞工 全部都跟進進來 早期1930年 瑞人是前九 罷工最多的地方 但是他們 社民黨起來的時候 他們不喜歡 他代表勞工的正義 他這麼不應用罷工 所以他要給我 執政之後 他不用談 有正確的力量 要執忙 要談 跟你打算 所以這個談 就不用罷工 所以政府坦出來 讓 所有的資料 政府最多基準 最透明的資料 到底賺了多少錢 到底機兵身長 到底多少 勞工的處境好不好 對不對 所以這樣談起來 絕對 政府是一個 是一個中間公道者 所以他說 促成家的 薩膏資源 每年打一公斤 還有勞工的了解 全部都是這樣 還有勞工的無力 全部都是這樣 那所有 保守黨 這三年 這三四年 沒辦法開了 你會知道我們資本主義的上海之後 那種旨幣都不一樣 那我以為我是不會寫 會寫文章 因為我是從事公運 我在開始研究這些 那老師剛剛提到的 資本主義 它會帶來的 評論不經一個問題 它會帶來的 你會知道資本主義 應該是市場自由化 但是都是政治在介入 好 美國也是一樣 美國你學習的時候 財法的這個 他們的現金最多 那美國上市選舉 我把我選舉說 他們的最高憲勢 又把那個最高憲勢的 那個所謂的政治憲勢取消掉了 雖然說才能大壞事 談馬皇制 就可以大筆錢去檢證 所以西奴隆 他最新用的 要用台幣大概200元 200元 去選一個沒問題 臺灣的從武漢舉 前面會少了10億 那這個借錢來的 當然不是有錢人 我們小兒借款 怎麼能夠借一個10億 那為什麼 就剛剛老師提到 政杖外是在搞來的吧 所以柯文哲說 那個拿刀山要吃人肉 一定是這樣 所以你看 陳水元站的時候 我們二次經改 跟你們二次經改 我參加 二次經改以後 根本就沒結合所謂的 土徵稅審辦 那陳水元派來了 這個會議沒有要討論啊 派來了 土徵稅審辦 徵收破財本 為什麼 財本直接跟陳水元談就好了 我必來開會 好 那我參加那個復改會 我說復改會 騙我去的復改委員啊 裡面都能談到所謂的 但是都 議程都不一樣嘛 政績會說 那個遺產政府稅的價 這樣 頂多這樣到 從50%的價格 才馬上就30%最高了嘛 那我實在不能不能價 因為其他稅 資本價 攪得太少了嘛 那為什麼還要再降遺產稅 遺產稅最重要的清算嘛 你最重要 你遺產 遺產是不讓他後手的 你的台詞是不讓他後手的 你應該 應該的 小一半出來 我們以前是50%的人 後來馬英雄拍完 我們開外都沒有決定 結果馬英雄拍完完事了 因為他們就直接上床 我們自己 親手在那邊 跟馬英雄在那邊講 遊說就馬上來 就本身定案了 所以你看說 全球化本身 會帶來很多的貧富不盡 會帶來人手的不公平 政治的接觸是很嚴重的 那全球化 減稅跟所謂的 美國的家族 使用者誤會的家族 使用者誤會說 好 為什麼要投入學會 因為學會就是要使用投入學會 所以要反應成本 所以要投入學會 勞工 勞工一下 一年的手的40萬 男女勞工40萬 年手的40萬 你再有一個小孩 兩個先以為住 這叫十幾萬 再有生活回到那十萬 那十幾萬 去那一半 你再贈了英雄 那怎麼辦 現在英國事業 英國有個先美國那套 使用者誤會 英國以前的女學會 後來從一千塊開始 三千 現在是九千 英國現在是九千英雄 所以很多的中下階級的人 其實讀不起來 所以這個人很疑困 所以必然有時候 讓我們也常常說 福利 全球化最重要 美國給我們的家族 就是說福利減少 才會有進行力 企業才會有投資 要減少福利 所以勞動 勞動一定要談心話 所謂的老闆長 現在告訴我 民進黨執政 說能不能被真實以討論 有顧做才有錢 沒有顧做 你們都贊同吧 有顧做才有錢 沒有工作當然沒有錢 對不對 那是什麼 是時薪啊 禮拜六 禮拜就沒工作就沒錢了 我走正直的話 每一個勞工的工作 一天四十小時都 禮拜二禮拜天 我沒工作 我要掉下錢 我要休息啊 我要再勞動的準備啊 然後說 現在貸錢 現在的所謂時薪制 那沒有了 但是說 你的勞動保護沒有了 我們全球化就是因為勞動保護 還有使用主婦的概念 使用主婦我們說 我們現在要提什麼 那個有錢人可以不要給他 國民人家說 你的有錢人根本不需要 你在給他 好像一萬塊錢幹嘛 公平 瑞典前面的普及望 也就是說 你有錢人一樣給你年金 基礎年金 如果是像韓國兩萬塊錢 就給你基礎年金 大社都有 沒有國民 有缴稅 沒缴稅都會有 基礎年金 兩萬塊錢 那你要附加年金啊 我有去工作 我當然會再往那邊 老闆幫忙保險啊 老闆幫忙提 幫忙加寶的 欸 我給我父母接大年金啊 我可以維持我的 有工作了 有住你的生活啊 就對啊 這樣才對啊 那我們沒說 有錢人根本不需要 台戶調環啊 台戶調環啊 啊 郭台銘不需要五千塊 他當然不需要這樣嘛 這樣每一次我們看到 政府就要什麼 我們都真的對啊 哪有錢人 因為我們 我們很仇誤的 五千塊小歲小二十 假設 有些人跟我們一樣的小歲嘛 祝賊是公平的 像郭台銘 他如果賺了三十億 他只想要繳十五億 繳一半 或者繳四分之類的 繳四分三成 這樣他還OK 這樣對 他只講到十幾億 那你給他五千塊 給他送回去 一樣啊 普及化就這樣啊 你孩子來 每學位啊 一樣啊 為什麼 每學位還是台銘調 這台銘 老實說 美國的冠令流氓 要台銘 不能單位 福利減少 你福利就是很多人 裝病啊 裝什麼中低收入屋 他的臉 他是非常懶惰 他沒有依賴 所以我們就不要給他福利了 其實他少數 那麼我們在研究中 在福利的 濫用的 依賴的這些人 不會超過兩百塊錢 真的都很需要 所以我們在調 我們現在調發那個 所謂的門檻 我告訴你 我們的努力 我不是緩屏幕 緩屏分聯盟的 造型人 買一手 2012年的時候 我就打開了 他好 我們要把那個 我們的所謂的 那個屏幕的安全 保障安保障 增加以前做的11 照款的護士1.1%而已 護士轉護士 那個美都是16% 歐洲都是 都是也是17% 這樣 圍補他們1.1% 你被造成是這麼少 啊好不浪民 以前是那個 那個平均的 我們現在用什麼 手和的周位數 欸可以到3.6% 欸可以真的三倍啊 有啊通過了 華麗也通過了 我們BBB 突然一通過了 但是呢預算有沒有增加 預算金額30% 欸30% 幹嘛 那真的三倍的 這支出就怎麼樣 後來之後 他沒辦法之前啊 就用很多的刁欄的方式 門檻提高 不直接 然後把粉紅都排除掉 但是那幹嘛 就是我們政府中 概念他們 我們社會中 那些什麼啊 都一樣 我們認得說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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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業者 不認得嘛 不努力他 失業時是該死嘛 你可以找工作啊 不對啊 跟老師剛剛提到的 這是國家社會的 要更多政治 就是讓他轉業 讓他有更好的 更為一個方式 那 好 政論區不好 社會主義也垮了 剛剛看到誰跳 說社會民主主義 我是給做瑞典 瑞典 瑞典他那個 生產 生產內 就是日本 日本主義的生產內 完全沒有政治公典的 不給你這錢 完全的市場競爭 就是生產內 但是 不配樂呢 社會主義 稅很高 他現在開始 人民之家 開始 呼籲人民團結 一定要腳高一點稅 創造 人間天堂的社會福利 這樣的想法和夢想 結果他們實現了 他的 瑞典所創造社會福利 比烏托邦 托馬斯馬 摩爾的 烏托邦 都沒有 瑞典這麼好 瑞典是智能實現 所以我們每次在笑 你們要把人家都幫到 我們都去實現 沒有 所以不實現 好 那台灣人在走什麼路 自動化 剛剛 剛剛彭老師提到 自動化 不用怕 自動化 你還是會抽到第四個產業 第四個產業出來 但是呢 自動化很深 真的是有問題 正如我們現在 行行 沒有在準備 那個 那個誰 皮爾蓋斯 我讀了大陸文章 他說 全球開始 機器人出現 機器人出現 絕對不是像 不是只有我們製造業 現在機器人 比較普遍的 為什麼 我們的這個武器人 它統計了 我們銷售17萬個工作 是什麼 就是那些所謂的 記帳的 沒有 記帳的 還有保險的 安全的 像刷卡就可以了 很多工作不用保險的 所以未來記帳的 工程的 生計 未來 歷史服務的 寫書者 他們都可以用機器人 很多很多 服務業 其實也 像美國來日本 日本 他是一個銀行人 銀行全部自動 你進去機器人 全部都是機器人 幫你服務 就八九十機器人 全部自動 因為工業革命 就是工業二等年的時候 自動化 勞工運動者 就開始說 自動化 循了活動的工作 所以他們就花錢去 搭毀 機器的運動 有沒有用 沒有用 還是繼續自動化出現 還是 但是勞工 有新的工作出來 服業增加 現在我們可以 服業增加 也要開始被訂單 未來 無駕駛 汽車出來了 你連司機都會失業了 所以 這個服業現在 郭達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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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Heper 那個是 你人化的機器人 他可以幫你看家 可以幫你煮飯 可以幫你掃地 就是家用的 司機班 可以帶去 電腦所有的功能 他都有 你有沒有在買電腦 這種 而且他們可以 對啦 現在有四九種的語言 機器人可以 反應四九 而且辨識人 你的語言 你的同口 他辨識你是誰 所以機器人越來越接入 所以 物理學校 或聽說 機器人時代 人類時代恩美 因為機器人開始 越來越後 自己改良 機器人自己改良 那種人 所以我們看到 DAS有沒有 人民公敵 之類的 其實那是有可能出現的 所以我們認為 機器人會帶進 所以我們未來的產業 機器人沒辦法做的是什麼 人的 感性的 人性的 無人性的 沒辦法 機器人要替代的 這些一定會增加 安全人啊 剛剛 老師也知道 那個 就是 他們提到說 最終呢 有機器人是在 機器人是在 創造我們更好的生活 前面不是在替代我們工作而已 所以創造我們更好的生活 就是讓我們的公子要減少 台語師那時候公子減少不到15 15 15 這是我們的执善後 但未來 未來自動化機器人 一定要一個工作有人做 甚至還有一些旅遊 文創母屋 各種 每一個人都 還有一些 義務 訓信等等的 每個生活也很多 你需要更多 這些不是機器人幫忙做的 這是我們 所以做到更多 中國生活產業 才有辦法去 那未來需要怎麼辦 會好 因為很多人是 沒辦法提的 暫時不要接待的話 沒辦法拉成功告 國家的兩項 瑞士 瑞士他去年5月18號 他人類共同的 就是基本 基本心知 基本所得 基本所得是 說了熱點 多了要這樣 算起來要全身幾萬 他們每個公民都有 那台灣有啊 台灣有過 我們2008年 不是金融火爆嗎 我們都有沒有 夏威姐 有沒有排入 外面有 夏威姐有 外面有 有分三千塊 所有的公民全部都有 這不是說 當公民沒有工作 他們罵消費 如果是 這個國家是這樣的話 你經濟一定會發展 所以 有消費 有守的才能消費 有守的消費 才能自己經濟發展 才能夠讓經濟永續 在這個國家裡頭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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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下去 所以 消費很重要 那 沒有守的時候 有國家要好的 可以處理這一關 那 我們也看到 美歐國家 它為什麼 能夠 這樣 我們的租稅 建立到什麼程度 2006年的時候 我跟林建喬 我要租稅給他 讓那個有錢 再重新來講 那個 什麼 最低稅務是 很難推啊 後來你 你公布一下 後來他公布了 台灣錢當中最有錢的 暴稅最有錢的 40個當中 40個當中 8個人一碼錢都不講 一碼錢都不講 當中上一以上走的 一碼錢都不講 17個人就要講15個線 媽媽的 媽媽的 我們都要講那麼多 台灣的暴稅資料裡頭 薪資所得 暴稅的佔75個線 這一項目75個線 在歐西西國家只有49 美國是55 台灣太高 那是未來租稅改革 租稅改革都很難啊 所以平安平息 要整負人稅 要存財產稅 不是存所得稅 所得稅比較難 財產稅也跑不掉 用財產稅也跑不掉 財產稅也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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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用累進稅這樣叫 他才會胖 他才會貢獻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們的未來 台灣如果能夠 把那個租稅 勞工的減少到55個線 心是什麼就很怕 我們的財產稅財產稅 那個老實講的 是差不多8.5個 如果政府的資料12.6個 所謂財產稅 我們雖然說 處理GDP 台灣只有12.6個 是全球最低的 香港跟新加坡 都14、15個以上 台灣才12.6個 我們還有國防 我們還有補貼農業 他們幾乎沒有耶 那政府國家怎麼活啊 那聯想要跟你們說 薪資低 烏雅的問題 我們現在好了很多耶 我們這一代老人 再去玩定的法律 都把我們自己養 你們養得起嗎 養不起養 京東加來到老人這麼矮 馬上就索實了 跟希臘一樣 瑞典福利這麼好的 他不管京東加 跟一半個人老婆 只有馬上大老人去騎死 這麼不一定的 退休金 所得的第一 你退休之前的薪資 跟你退休之後 只比兩萬七成 那是最高的 為什麼台灣要兩萬七成 再去找你 那最後年輕人躺得起嗎 這個就你要折衛 你要去往抗 不然你怎麼辦 我就逃到澳洲去 我逃到中國去嗎 你台灣 台灣以後 老實講 我們不是歸島 那我們都逃掉 都不能歸島 這是 年輕人 還有國戰 不要以我們 我們國戰沒有外戰 這是跟希臘不一樣 希臘我們跟日本一樣 我們這邊內戰 我們都會是政府極戰 那我們金戰多少你知道嗎 如果加上我們 退休提供不足的 勞控軍控教 這些退休提供不足的 還有那個所謂政府 徵收補定 為補償的物理 加減者 將近18兆 再加上我們6兆 24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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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基地幣才14兆 差不多基地幣 160幾 基地幣160幾 基地幣160幾 剛好是西大過程的 那個時候 還好我們要還債 說外賬必有 政府要真的 真的偷工資跑路 所以這是一個 但是我們要還啊 我們每年 我們的預算 變得 19%到21% 是在還利息啊 還政府幾在了 所以就我們就減少使用 那這個有這樣的 不繳稅 賺我們的利息 賺政府的利息 賺政府的利息 找什麼天下 所以這是我們韓國的 年輕人現在 可以香港性的 我差一票 每次無票 我會不管 雖然兩個政黨 都是 都是自本主義的政黨 都很用愛的 其實比誰一種都一樣 但是至少 表達年輕人看 我覺得這是 我每次都覺得 你也要管我 就想管 他們願意到底是什麼 我們過什麼生活 我們從什麼國家 連接都不能往上想的話 你就在玩手機啊 玩 永遠沒有 你們要去援助我們 年輕人 明明是什麼 不願改變什麼 如果退休了 才會真的推動進步 我當年跟黨外十大 我們小朋友 黨外十大 我們就當著這個國家 我寫連 借的時代 連選舉都有問題 你以為 國外不能決定 你不敢寫 總統不能執行 這不是問題啊 就挑戰啊 你挑戰好不好 成功嘛 所以如果沒有挑戰 我們不會成功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 希望說 今天這個議題 是 不要添一點點 帶給大家的功課 不要以為說 台灣 台灣 就 就 交給這些所謂的政客 就可以成功 不會成功 寫字都不一樣 阿伯之正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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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伯之正乖 是他的副首當事 他說的動靈 我是反而 動靈的副首當事 那 你看 社會運動的全部都被我放了出來 他們後來都在表演 出賣 理想都不見 老公證件是我寫的四條 當都實現幾條 你有沒有知道 這個正乖 我後來成立 就是離開理想的主題 所以 我認為 要改變 看到不公平 看到我們現在的現況 未來 任重道遠 就是要 有兩名自己 要適合起來 對他 謝謝 謝謝 因為某老師等一下五點鐘 都預計要離開了 所以我先偷偷看一下特權 就是我三個問題要問 那某老師 就是 當然等一下 又請各位 我想要請問 第一個問題 是關於 好 第一個問題 是關於 公共 剛剛說的那些公共服務的擴大 公共 各種各樣的公共 就是 我就想到我自己在開車 公共公務的時候 其實常看到他們在那邊 做露宿養護 這件事情 但 其實我個人覺得 很多 剛剛老師說到的那些什麼 不管露宿養護 或是 水溝的清潔 或甚至是一些其他的公共建設 我覺得其實 某種程度上的他們的工作環境 也都相當固人道 然後 也蠻適合配自動化 像我們在網上可以看到 很多德國的自動化的 養護工具機器 之類的 我覺得 這 是不是 就這些東西 它 是不是也是一個 好方向的 我們一直說這些 這些公共服務 和公共人建設的養護 他們自動化 是不是其實 也不要重新方向 走 這件事情 可以 我們自動化工程師 只要你們願意 評估我們 我們都可以做這道發行 基本上的問題是來自於成本 那當然也有人數 有些是成本 有些是人欠卡 第一 自動化的部分 一定是成本 所以 美國的自動化的速度 會比大陸的自動化速度快 因為我剛剛講的 其實就是 只要你的成本 你要求的薪水 比自動化成本低 你就有工作 所以自動化其實是 逼迫勞工 降低工資 而不必然 馬上取代 他的工作 那 問逼迫他 降低工資到什麼程度 其實這樣就很簡單 逼迫讓他 吃穿不成 但沒有剩下的 那今天為什麼會有所謂 非典就業 其實換我方式講 因為社會富裕的 你就算你的所得 只有剩下別人四分之 其實你自己就是過得去 你就是不會跑開 所以 那最後會被壓到頭低 其實很簡單 壓到女房角的低 大致上是這樣 最後還是有成本低 那所以第一個是 只要是成本應出 他就有可能會自動化成 那你像你講的養護 這個事情 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一個社會 對這個工作 到底適不適合 我們做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說 你認為 不該讓 這一個 有人去冒著生命 回去做這個養護 那很簡單 這個要處理其實 並不滿意 很簡單的那個四輪車 然後把那個 減速的工具放在前面 然後兩邊放那個 我們所謂的防護的阿門 它的那個安全性自然就成功了 所以這個是不見得 這個要自動化 它其實只是要一個 輕動體的工具 但是有好的工作法去保護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是一個 國家管理的概念 比如說在台灣 我們那個 塑膠的充壓的機器 德國他們這個 塑膠充壓的機器 那個安全保護是非常完善 非常完整的 其中一個比如說 你腳一定要踩著 只要他有很多傷害到手指頭 他一定要腳踩著 那到後來就更進步 然後就會有一個 光線的掃墊 所以你手再分開進去的時候 一進去 機器自動會停電 那在台灣就不是阿 台灣就是手進去的切斷 那後面有沒有 沒有 這是一個社會 對神人家 基本人權的理解 你可以查一下 你的人權的理解越珍貴 因為他相對就叫做成本越高 然後相對就叫做 自動化成本就會相對低 然後才覺得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看到 我們有越多的 非人道的 勞工的行為出現 那通常都不是代表台灣窮 因為我去講 冰東冰冰敕 雖然那一支 額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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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爽 年輕人 你們都不可知苦 我們來告訴你們 什麼叫企業精神 所以一群老闆 中小企業老闆 禮拜天穿短褲 穿短白脫 去拿個石頭去洗廁所 我看了昏倒你知道嗎 我如果說 我爸爸努力一輩子 然後把所有錢存下來給我 然後我又努力一輩子 又把錢存下來給我兒子 你難道覺得我那麼神奇 我這樣努力的目的 是為了讓我孫子 去做我主顧那個時代的事嗎 不可能嘛 社會經過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孫子不用再做 我主顧時代做的那種苦篩事 這才叫社會經過嘛 當然台灣人就是很奇怪嘛 你不要在意 搞不好在家醫師 就來一個總統 穿短褲子來擺脫 然後去 期待這個勞工精神 因為他兩陣八年一公射手 是刷了一隻 然後他又要你去刷 蛋八年 所以觀念在這個方面 叫什麼 好 那個第二三個問題 我再提問 就是萬宇老師 剛剛講到第四集產業感性經濟 這件事情 大家可能看得出來 如果本人其實是年中國文學出生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呢 就是我想分兩層面 就是一個就是 這些所謂的跟融化啊 或創立相關的 就在本職上 就是大比方考慮 我的學姐是防衛生 大家都知道 一種考慮的 我叫作家 所以也是個作家 我學姐是防衛生 大家如果 要談文學的話 大家要聽我談 可是要聽防衛生談 不然正常人可能都要聽防衛生 我覺得這很合理 而且加上現在的那個資訊 就是各式各樣的網路資訊 公開的課程 發展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這些 這些在文化方面 能創造出來的舊業 它其實是因為 要不然就是會萎縮 要不然就是大家 就是你會逼迫著大家 比方說 比方說你在各式各樣的大學 現在都有中文 都有所謂的中國文學系嘛 對不對 可是其實裡面的各式各樣的獅子 講真的就量用不起來 有的人可能 你聽他一個學期的課下來 你不不跑去聽那個 聽柯慶明講一個小時的課 那這是事實 那要不然就是 我們大家等一下繼續委屈在這種 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為什麼 學生等一下 坐在特定的時間 坐在特定的場合 但是聽那個其實 品質也不能有保證 他整個一個人 來去講 講 講受 講受 講受台灣文權的課程 而不能夠上網 在他自己需要的時間 去挺 挺 最優秀的人 去講台灣文權 就是 就是 要不然我們就是要維持 在那個舊的模式裡面 才會提供出來 足夠的舊業機會 但如果我們朝下一個好的 開放的 開放的模式的話 其實這種文化方面的產業 他註定他的 就業的人口 不管在創作也好 在教學也好 在評論也好 他註定為什麼 他註定就是 註定他 就是只有社會裡面 極少一部分的人 可以以此為生 作為一個產業 去想像他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他有一點 有點落差 那 第二件事情是 第二個問題 關於這個感性經濟的部分 我想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就是 我小時候 我爸爸 會在睡前 跟我講一個故事 叫做亞山歷險記 亞山就是我跟我哥的名字 尾巴合起來 就是我哥叫鳳俊陽 我叫鳳俊陽 亞山歷險記 那我記得 好像想了兩三年 然後在過程當中 就是 反正主角叫亞山 然後許多的夥伴 什麼機器蛇啊 機器羊啊 機器龍啊 那 然後機器蛇 為了要保護大家 所以自爆啊 之類各式各樣的情節 我們不經都還記得 那我後來看 系十二生教的時候 才知道說原來 系十二生教 是超我爸的 你知道嗎 那 好 大家知道我過來 那 那 我要說的事情是 因為老師 剛剛一直講到 那個人講到 該跟Sori 這件事情 就讓我回想到這件事 那我想像一下 我心不希望我的孩子 將來是 就是 老實說 我真的寧可 就是我們把 這一些感見證據 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回歸親子 回歸社群啊 這會不會才正當呢 我們把 把這些 這些東西就是 大地方 就是我們大家 通通跑出去就業 然後晚上家裡面 沒有人在陪孩子 然後我們去請專業的保護 然後我們要可以 就是幫你孩子 好好的 然後這樣叫做 突進就業 我覺得這樣 真的是對 就是我們要市場 機制來去 取代 或者是 或者是 建架 所有一切的社群活動 像這些 這個我們應該追求的方向嗎 還是 我們是不是應該 要回過頭去找出來 那些 真的存在於 社群和親子 和人之間的連結 那些東西我們 我們也許 也許 我和我爸之間的那個連結 他沒有辦法 被一卷錄音帶 或者是一個很專業的保護人 取代 因為保護會離開 我爸會繼續 留在我生命裡面 我覺得主要這兩個層面 這樣 我 所以 我其實不是 並沒有希望完全 就創造第四產業 但是第四產業 我覺得 必須要創造出來 因為那是對人類 有一點價值的東西 沒有被市場化太可惜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我們降低工時 好 有很多經濟學者其實都認識 降低工時只有德國 跟瑞典做在哪 因為他有種公約 那是一個 甚至上的一個民國學者 那這個事情 我也很願意 其實我今天沒有空去整個一件事 我覺得 台灣所有的改變 最後一定要有全國總公約 全國總公約不出現 很多東西都無法落實 全國總公約出現 才有辦法勞資 是一個對等的關係 所有的問題的解決 其實是來自於勞資 要具有對等的 關係之後 他才可以做第一次的 所謂的分配 其他人所謂的東西 我那是一個參與的 那 我們這樣講 如果你把脫育當做 是一個這麼的一個問題 OK 那就可以比照 再加自學方案 在歐洲 再加自學方案不是說 我 你不來上學沒關係 我可以讓你檢定即可 再加自學不是這個意思 再加自學意思是說 你認為政府服務不好是不是 好 我每個學生政府用了多少錢 你自己教我給你錢 再加自學其實是這個行李 那如果說你把照顧這件事 把它給公共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 那圖書館有講 那個被他們去兜裡的人 我就拼在圖書館 就是講故事的 然後我爸爸媽媽 經經加班 我沒有空 我就把它送去圖書館 它有很好的照顧資質 國外都有很多的社工 社福在做非常完整的社會服務 國外通通都沒有 那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可以說 我要去職的 給我們去顧問我要做 對不對 好 那就像再加自學一樣 再加精采 你不可以享受圖書館 這些東西 但是可以進去 這些制度都是可以去思考 去設計的 那你現在要有一個 公共服務的一個 基本的概念在前頭 因為 有為什麼 時代精神的目的 其實我是很難介紹的 為什麼我說他的倡議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最困難 因為他沒有去面對一個問題 人的知識 他沒有去面對人的知識 很多人都會恨著牙癢癢 憑什麼 你什麼時候不做 你就可以拿到錢 我老實講 時代精神那樣有什麼困難 很多國家都有所謂的 minimum income的 這一個保障 對不對 最理所的保障 有沒有 馬英九這一頁講過 副所得 所以就是要最理所得保障 有沒有 最理所得保障 就是時代精神在講的 無心幾副嘛 無條件的心是幾副嘛 就同一個意思嘛 只是把命令 你看你的assurance 稍微才高到 看要到哪裡而已 那所以老實講 這些制度都是可能的 但你真正要抽象的講它是可能的 你真正要去思考的問題是 會不會有人作弊 然後大家會不會覺得甘願 都不會覺得甘心 所以我才會去講 你社會福利事業保險 它的社會很正面的功能 你要把它講清楚講出來 你把它講清楚講出來 大家就能夠接受 國外大致上 你這個基本概念 政府絕對不是越久越好 政府的規模 有一個叫做optimum size 你這樣想啊 如果政府越小越好 那麼就無政府準備就好了 無政府真的會好 連馬路都沒有 怎麼可能好 所以政府一定有一個 就是minimum size 所以換句話 政府有一個optimum size 這個不是問題 不用在正面 大家的問題是 政府的optimum size是多少 然後掩陣手的GDP 是GDP的幾個分數 很有趣 答案 也一點都不一樣的 歐洲 北歐最佳的 optimum size 也就是說 達到政府的 使用的效能的最高 45個分數 政府服務佔GDP 45個分數 達到最佳性 低一點 對親戚有傷害 多一點 不效率 那可以到45個分數 但讓你發現 有非洲落後的國家 政府的optimum size 是12個分數 政府的支出 佔GDP 12個分數 直上就開始了 結論 你知道是什麼 民 公民對政府的監督 監督越有效 政府越延長 政府的optimum size 越大 台灣就是剛好倒過來 台灣今天的問題其實是什麼 政府不連了 所以它的optimum size很小 所以我變得到我為一 我說政府這個又浪費 然後我們就要 現在政府變小一點 所以就越變越小 然後就越變越無能 然後變成社會上很多 必須有政府解決的問題 都沒有人在注意它 然後就變成越來越有錢 然後一直像豬一樣 住的像豬吃的像豬 所以我沒有一個配套的思考 就出問題了 台灣今天問題是什麼 政府不連了 解決辦法是什麼 逼它連了 監督它連了 然後重新選擇媒體開損 爛的媒體不要它 酸民的東西把它罵 有些酸民來甚至嘴賤 我把它叫賤民 賤民你也要去抵制它 我們去建立一個公共秩序 一個好的公共媒體環境 有好的公共媒體環境 有好的公共媒體環境 才有辦法促進政府的聯堂 促進了政府的聯堂 政府的Optimum的Size就會提高 政府就可以 以更有效率的方式 提供更多的服務 政府提供了更多的服務 社會就要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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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就不擔心事業 不擔心事業 你就不會有今天的問題 我們今天中文系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能解決 因為今天中文系的人 是很高比喻這個素質不好 真的是這樣嗎 少數人的素質好嗎 老師你真的很會講話 那這個不是很事實嗎 甚至是念中文人 只有極少數人的素質好 其他人這個素質不好 我真的也不敢把孩子 去其他人聽白白說 但是你又到國回應了 中文系為什麼素質不好 因為他就業環境不好 就業環境不好 所以大家不願意去嘛 所以最後是沒有系列的人 去念中文系嘛 但是你把中文系的就業環境 搞好了結果會怎樣 好的人才就會去念中文系啊 所以你不是說 中文系人才不好 所以我們不要發展中文系 這是錯的想法 你的正確想法是 就是我們要不要發展中文人才 要 那現在中文人才為什麼這麼差 不可以 好我們就開始檢討 他差在哪裡 因為他沒出入 我們幫他多創造一些 比較優質的出入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太優惑了以後 就一大群的阿狗阿狗阿貓 都來亂語重視 對那怎麼辦 一定要嘛 消費者都有選擇嘛 所以我兩種方式嘛 我弄一大堆的這個一個 古典音樂會讓你們去聽嘛 那如果這樣無垢 那怎麼辦 我給你們一大堆古典音樂消費券 那你用你的消費券去聽了 他就可以拿到錢 那所以十個樂團 只有九個樂團就拿到錢 另外一個樂團就倒掉 倒掉有什麼關係 我剛才已經講了 只要社會的機能 是完整的機能下 失業的人就會被怎樣 比較有能力的人 把他給拿走 那如果說你古典音樂有九個團 第四個團倒的 然後剩下九個團 沒有任何一個人要你 那代表什麼 兩個團 你實在是太壞 那你回去修圖兩天 出家 出家 那如果有人養我 神就不會失業 那不然就是 你不是 你不是 做人愛上 你是不適合古典音樂 那你轉行 你總之沒關係嘛 因為我說 事業有社會主張 你去學嘛 你要學到第四種專業 才是徒恩 沒關係嘛 我讓你學嘛 社會富裕的目的是什麼 讓年輕人有嘗試錯誤的錯誤 我可以經過十個職業 然後才終於找到適合我的 然後呢 發揮所長 我們料的所有是這個 我們以前因為太窮 我們不可以 沒有能力 afford 這樣的社會 富裕是什麼 富裕就是我可以 afford的更好的選擇嘛 可是我們的錢一直 沒有用在正途了解你 我們錢都用在不對的地方嘛 為什麼資本家要捡稅 希望他投資社會 結果我們資本家捡的稅 錢拿去哪裡 投資大陸 然後大陸再把那個錢拿過來 再買台灣 然後我們投資大陸 打敗了台灣的農業 然後我們投資大陸 打敗了台灣的製造業 我們錢亂用嘛 所以我們不是沒有錢 我們導致講 台灣人窮一點 可否今天社會還少一點 我們已經多到是用錢 一直在紮自己的錢 這是我們是有些認真思考 還有哪一位 我們先舉一下什麼 好 那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大家都有社會 就是這四位顧問 來之前就是有稍微看過 黃老師的文章 還有小鳳文章 然後對於資本化有些了解 因為我們自己有 那是社會工作 你也是會社工的 對 然後就是小鳳的技能則 師傑之詩 還有慧淑貞 然後剛剛黃老師 講的那一隻文化 都讓我覺得非常好 對 因為 會讓我重新再去想到 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體制 ROC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這個體制 它就調圍了它的荒謬 就在於說 我們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 討論的都是 正常國家 政府國家在討論的東西 那會更讓我們去 協助到另外一種局限 沒有辦法 ROCENT 或者有一個訓練在這邊 就我們必須要去認知 到說 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體制 就是不正常的一個國家的狀態 對 然後 我剛剛想到想 黃老師的一個是 今天會不會因為 就是因為 國民黨這個 流亡政府在台灣 殖民統治了七十餘年的關係 讓我們台灣 其實沒有辦法進步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 轉型陣營 沒有像佛國一樣 做得這麼紮實 我說的轉型陣營 是 包含說 台灣原住民族的轉型陣營 跟 我們 過去 還是很不合法事件的轉型陣營 這些都沒有好好被弱詞 沒有好好被面對 所以 我們在造成說 我們在政治基金上 永遠沒有辦法做一個 充分完成的一個對話 又不會在這邊 那 有任何想到說 國民黨 他的黨產 的問題 國民黨號稱是 全世界最有錢的一個政黨 他的黨產 上課的造元 那 當我們在聽同老師在說 就是 呃 我們政府在跟企業在互動的時候 如果今天這個政府 他是包 他是暴力的一個既得利者 非常 強烈的一個心態 而且這個既得利者 就是一個中二 一個屁孩 那個心態 在跟我們企業在 玩這樣子的 流資金錢的遊戲的時候 會不會是中間也是造成 我們台灣沒有辦法 經濟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一個發展的一個狀況 我很想 對 我們會有今天問題 其實非常多 早期民進黨為了要起來 追值製造 單旅 什麼怎樣這些對立 所以我們花了太多力去 談統獨審職 這些事情 反正台灣要變成一個 怎樣的社會 台湾屁股的觀眾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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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的问题是问题的 我们选民是散众 不可能直接管理政美 网络都变成狗费狗责 讲最简单一句话 我去跟地方的市议员讲什么什么 讲完以后他说 不教授你以为你是谁 你就是银票 我是三天票当选的 听什么我听你的 那我就是要去找三天票 我就是没有三天票 所以民主的意思不是选票 民主的意思是组织 那两党 我们所谓的三权分立跟两党政治 你要记得 那个是启农运动的时代 十八世纪的时代 那个时候的三人是很卑微的 所以三权分立就结束了 到后来三人的才华越来越大 就需要媒体来揭露观赛攻击 可是等到财华大到可以买下给媒体的时候 你视权就不够了 所以才会有危机解密 需要骇客去揭露媒体不愿意揭露的讯息 意思就是说 当财团的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的监督的组织 必须要是多层次多元的监督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在散众的选民 跟监督政府之间 要有一个组织的公共的领域 就是Habernus 讲的公民社会的基本概念 公民社会的基本概念不是公民 是有一个可以聚集公民的这样子的场域 是要有一个可以把公共意志给明显化 呈现出来的那样的一个斗论 是一个public 斗论 我们认为public 斗论在哪里 今天这个勉强就是一个public 斗论 可是这个不是常态性public 斗论 所以它的声音是随风消逝 所以它需要什么东西 它需要NGO 我今天没有控制讲 你去查全世界所有社会的观察 一个社会有多进步 它的政治有多进步 等效于它的NGO有多进步 台湾需要的事情是什么 NGO要有能力专业能力强到可以挑战政党 有能力指出政党的政杠错在哪里 NGO要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政党就没办法骗 所以国外你去查 国外的NGO经常是什么 是大学教授在participate的大学教授在地 所以他的水准是有达到大学教授 是自己能研究这样子的水准 我为什么他去退休 我退休就是要去扮演类似这样的形式 我们必须要有人离开政党 站在第三方的立场 去做深刻的研究 那这个研究出来有办法带动舆论 台湾的政治你不要一直觉得不可理 我们今天实际上注意 是你们这些网民乡民酸民建民 你们今天热议什么东西 所有媒体就跟得过来 已经是这样子了 所以你自己对于上网的行为的自觉性 将会决定台湾媒体的行为模式 所以你决定你那么多的酸民 如果台湾还可以一直有这么多酸民 所以你开自为永远不会有什么 这乌游的东西 你随便什么东西都愿意开 这是你的问题嘛 所以这个所谓的国家总盟 所谓的第三部门 所谓的NGO 这个东西才是台湾未来的希望 只有这些东西 我讲一句很难听 但非常写实的一句话 只有NGO成立了 你不要把政党跟党主席 当成一样的人 你要把他干净狗 他们就是狗 你就是要他有能力操纵 让他活动 我们现在没有嘛 我们是被他们捧架 他们只要谁 四年选一次 谁赢了就谁做招 我们在安出前面 连选输的人 他的竞选机会都多到 还可以去成立的小英基金会 这台湾的政治社会 好像非常好赚钱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觉得什么都不要满怨 因为台湾从冬业社会 从一个专制社会 要走向有能力 形成第三部分 他就要经过一段一段一段的过程 我们做事必须要期待 民进党会解救台湾 我们最需要走过这个过程 然后才会看到 八年的民进党的态度腐败 然后呢 才会含泪投票点马英九 然后再看到马英九的没救 然后再把所有希望投注在蔡英文 然后再看一次 我就准备再看台湾人再顾一次 再顾法 然后才终于绝对 绝对不能让任何一党完全执政 你看到现在都还有人准备 要让民进党完全执政 那没关系嘛 我讲这叫社会学习过程 我们就是要不切实际的幻想 通过贪谱的过程 一个一个一个的作品 这是一个过程 那有错而没有力 不够 不要也人家活动要不行 德国在威马共和国的时代 也是一样整天一直哭啊 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啊 我刚刚讲那个欧肯 那个order liberalism 他们就是在纳粹德国的时代 开始思考这个社会该怎么整 他们后来在这个纳粹二次大战结束后 他们办一个全国最大的道理 教育了全德国一整个世代 所有的知识分子跟公务员 让他们了解法律跟经济 如何要结合起来 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 而如何可以让它 变成有一个社会主力的目的 他们真的把整套的设计制度 设计出来理论讲出来 我先向台湾大家一起讲 台湾有哪个学者你听说过 或者哪一群学者你听说过 真的大大实实站在台湾土地的立场上 是老台湾问题过来 我们今天很多基本问题都没有去想过 台湾没有能源没有矿场 你要配合你需要有什么费道 我们到今天台湾谈 台湾问题都是什么 随便人家德国就这样做 人家对你的这样做 就操耶 你能操吗 所以我常常讲台湾人今天最重要是要回答几个问题 你台湾到底有什么 连这个都不知道会不会都乱讲 台湾到底没有什么 台湾能做什么 台湾不能做什么 台湾最适合做什么 卖给谁 我们这个问题通常都没有去想过 我们只是觉得中国很方便 一直就卖给中国 卖给中国是一个最好的吗 不是嘛 台湾人适合做什么 我们真的就适合做来工吗 不是嘛 所以台湾的今天事 甚至连这个最根本的问题都还没有开始 我在讲更荒唐的事 我们可以用五年五百亿绑架整个学术圈 规定台湾的学者要用英文发表在美国的学术期刊 谈美国人有兴趣的话题 你懂不懂这是多荒唐 全台湾的学者没有人在思考台湾问题耶 而且是政府规定的耶 台湾这样会有截图吗 我们当然是一堆酸民嘛 你们知道嘛 我们的硕士论文 我们的博士论文 英文叫CISERS CISERS 你再去查它另外一个叫主题 你知道什么叫论文吗 当年毒梢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就是欧洲人很纳闷 人为什么会不平等 所以就定了一个题目 主题 人类不平等之起源 什么叫POPO PAPER 来 你们有谁可以对这主题提出论述来 学术起源是真的 所以我曾经提倡 国家会百分之十到二十的经费 全部要留下来做什么用 第一个叫POPO POPO 你们大家来竞争 给你奖金 台湾未来十年内 最大重大的十大问题 必须解决的十大问题 你要为台湾 总要先找出来 解决问题在哪里嘛 国家要研究这个嘛 国家要研究美国干什么 台湾最重要 未来十年会发生的最重大 十大问题是什么 我就是给一笔奖金 就是做这个竞赛 竞赛完以后得到了 三大问题 或者十大问题 接下来就是什么 TOPO POPO 你要自己去国科会 要成立研究中心 要回答这个重大问题嘛 你要怎么解决嘛 你要用怎样的研究团队 来解决嘛 你自己来提研究计划 问题已导向 你国科会 当然Science 有一大部分的顾问数 没有目的性嘛 fine 台湾是个小国家 你不可以什么都没有目的性 你国科会有一个责任 学术局有一个责任 必须看到台湾的社会问题在哪里 必须要什么办法去propose 该如何解决它 我们台湾开始这件事没有 没有嘛 到现在还是在问嘛 不教授 你姓彭德文在里 你是明特家的 好啦 不要说比克协斗 来啦 我们那些都在那里嘛 男女神奇跟比克协斗 有什么两样 我们不是国家嘛 所以我演讲 我讲到最后都是一句话嘛 你们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当国民嘛 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这个 OK 你是不是国民 台湾是什么 我们准备要去建议台湾 因为那人爱台湾 爱台湾爱个屁的 最好哪个东西都没有 对不对 黄教授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时间 你的时间可以提的问题吧 没有 我想 今天的议题 其实不是国民的问题 这个机器人取代 台湾的经济不好 跟机器人取代 恐怕死头的事情 现在并没有发生 所以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 可能是 是我们更有兴趣 来讨论的问题 首先刚刚讲的这个 好像基本工资被控制了 不能调高 但是即使在好像是五年前吧 十年前的基本工资 事实上 达不到这个基本工资的大概有七八十万 所以 这是计划的问题 还是 这个基本工资 违反了市场机制 你根本没有办法再提高基本工资 是哪一个问题 所以 并非说 你今天政府 或者是企业 愿意给你一个高的金融工资 但是 很多的企业 都要去付不起啊 所以很多人 愿意去接受这个 也不去举报啊 因为举报了 他自己 就丢掉工作了 这个才是悲哀 那台湾不到三十年的时间 从经济契机 亚洲是小红之手 变成现在亚洲最后一年 对 全世界这个 这个叫做FDI 联合观的直接投资 曾经倒数第二年 没有人愿意来投资 所以不是税上多少个问题 是人家来投资赚得到钱 这个问题才是对人的问题 为什么 从经济奇迹变成了 今天的这个现况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创造经济奇迹的那些企业 统统挨到中国 给越南去了 为什么大家不讨论一下 为什么这个企业 要移到中国 移到越南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环境 或者引进中国台 越南的劳工到台湾了 为什么不这样做 但是华文组织反对 这个为什么一定 我们整个的一个政策 是一个违反市场精致的劳工政策 除了了这二平几乎二十四年 毫不一定 好 丝毫没有改变的可能 而我们这两个政党 又被劳工指出说玩家 而我们这些选民 又被整个政党说玩家 所以看不到钱 这是我的感觉 不知道怎么想 我只能简短回应 我只能简短回应 你想要看完成 我在天下杂志 有一个网站叫独立评论 我在评论女性连续 发表两天 然后我会再继续 往下写下去 台湾的产业没有升纸 这件事 很多人天经地义的接受 都无法接受 我第一件事情 韩国在这个 Glooper 恒国中刊 有一个叫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全球创新指标中 韩国得到的评价是 2012年第三年 2013年第二年 2014年2015全球第一年 韩国做到 我都知道韩国做到 这件事我不服气 我不服气不是说 韩国拿到第一名 我不服气台湾输韩国 我把它接下来讲给你 我出国的时候 我们这一辈分 谁出国奔破韩国的学生 没有 我拿到国事学位 我在国外 在加国际学术会议 黄连孔的 不是日本人 就是台湾人 谁奔破韩国人 我们曾经领先韩国 非常较远 我在学术界 发表顶尖的学术期刊 我什么时候看过韩国人 没有 这种状况我们底线至少20年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我们要问的 第一个问题 我们有资金 我们有人才 为什么我们产业没有上去 我告诉你一个人 就是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TMT LCT 产业的自主研发技术 曾经超过韩国 我们的TMT LCT的保管 第一 曾水扁清点 两兆双修 指定公股银行 补贴钱给他 国外的社会 十年内要折旧完毕 他特许三十年折旧 所以他的当时一开始的成本 就只有国际成本的三分之一 剩下三分之一 全部他赚 赚来的钱还可以股票分红 股票分红不用费用化 股票分红涉及四个罪 国际标准的 你第一个 你侵占着原始股东的资产 所以第二个 你作为一个董事长 你侵占原始股东资产 你第一个侵占罪 第二个被选罪 第三个 你所有的这一个发生股票 其实应该 就像后来要费用化 你不加费用 你违背会计划嘛 然后你把你的所谓的这一个毛利 把它给灌水 所以你欺骗吸股东 所以有诈欺罪 国际标准是四个罪 当时用股票分红这个制度 让多少人 我别的不讲 张忠盟回头关一张股票都没有 现在我有看大多数个股票 这整个制度就是鼓励他们怎样 我今年的业绩 算的就是有餐与金银的所有的人的钱 OK 十年后会打 那是公骨银行的事 所以我们整整 至少在陈水扁这阵面 不是只有陈水扁 南京都做过这个坏事 我们利用国家的资源 鼓励企业界 追求短多长后 所以台湾的研发能量超过韩国 竟然是TLT OCD的老板 去跟行政院长讲 你在培养我未来的体能 因为你继续研发下去 你会有台湾的自主的TLT OCD的技术跟查 我都靠进口 因为我讲的要赚钱 进口 我今天下单比例就开始印招票 我自己可以印股票 我当然是急着要赚钱 我不想要这组研发 这组研发是二十年后的事 我十年后就要退出 我干嘛是追求二十年后的承载 但是你工研院如果研究技术太高 十年后就培养出一个TLT 竟然用这个理由跟行政院长讲 你必须切断官业技术研究院 TLT OCD的自主技术研发 我决定百分之百十十 这个制度下来的结果 今天我们TLT OCD为什么输了 Loyalty没有下降 我看韩国的那一个官吕他们的 我们都鼓励奖力研发 我们奖力研发的结果 韩国是这样 这个是Loyalty 占它的技术的成分含量 它的Loyalty是这样 从90%掉掉掉掉 掉到二十年才会二十五十年 它制度技术提高了八十五十 你去看台湾 我们一样研发奖力条例 我们制度技术也是同意 所以我们今天的最大 DMT OCD的第一个大问题是什么 韩国的Loyalty 已经降到它所有技术海量的20% 我们还是90%以上 所以我们负担的Loyalty 的成分会比较高 第二件事 韩国的TLT OCD的设备 日至超过90% OK 所以它的问题 台湾的设备商 曾经做过TLT OCD的设备 免费拜托TLT OCD厂 税用 TLT OCD厂说 我所有人都在生产线盲生产 我不是慈善机构 我没有空派人帮你测试机器 为什么这些老板都知道 这个是斗多上高 就愿意这样做 我刚刚已经讲完 因为整个制度设计鼓励它 你今年赚的就是你的 TLT OCD厂曾经一年可以赚好几个资本 所以我们花了30年的时间 到台湾技术提侦上 今天发生就是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 科学园区 我再讲给你一些 科学园区把所有其他产业 所能够用的资金跟人产榨开你 它榨开的方式是第一个 因为股票不懂 股票不懂 其实就是赚納税人的钱 赚公股营囊的钱 拿公股营囊的钱 来吸引员工 吸引员工股营囊 不只是这一关 还加一个 你们大家可能知道有啥 当年台积电他们带同 用国防疫 把人材绑架光的 只有去台积电这少数几个工厂的人 他可以硕士毕业 直接去台积电上班 股票是满两年就可以离股票 所以英文叫 所有人才全部进入了 代工产业 全世界 只有落后国家 把预留的人拿去做代工产业 那我们竟然把所有的人 都拿去做代工产业 我今天没有空跟你解释 太多技术系统 我是工学院教授的 我很清楚 你只要是代工 你技术进步的工具 非常地行 我们是自己用政府官商勾结的制度 把自己二三十年的技术成长 全被放弃掉 废治废务的工 这个制度是不对的 外商法人老早就刚议过很多次 每次外商法人要求股票费用化 话题上报纸 第二天 我们把园区养害大 园区有办法 第二天就让他股票跌进来 一直跌倒行政会党出来 说我们不会有什么费用化 但是最后 为什么还是趋于外商法人的压力 因为我刚讲到四条队 运营就是这样子的人 最重要是我们浪费的事 贴完了 我们因为这样 科学研区内的税 平均的税是5% 工业区的税 平均是18%到24% 行政院委托交代管科院做研究 研究传统工业区思维的原因 古大理由三个都是因为 科学研区不公平竞争 长商宁可在科学研区外面等 也不宴去工业区 所以科学研区加速 传统工业区的陌落 加速传统产品出场 不完全是因为痛 加速传统产品出场 还没完 你这样子搞下来 所以我刚才问那一句话 为什么国科会变成 台湾最重要成统的负责人 你国庭当年的药物规定 我因为在新竹后 一定还很深刻 科学研区原来是什么东西 研发奖励 租税全民 但有一个条件 科学研区只能设实验室 做研发不准量产 那时候还规定 头发不可以超过二十楼 后来就是 张中博他们这一套 我们不知道是谁 本大理产业的人 带头跟政府讲 我们的研发要做到量产结实 是量产结束 才算是研发完成 然后他们在原地做四量产 是量产完以后说 我们的设备太轻毙 移动以后就会报销 所以不可以报销 还有我们的产品调整很困难 一移动 全部研发要重量 好就是让你在园区内继续 做量产 不是为了在园区量产 你这样就搞到整个账目准断了 现在的问题是园区内 从研发到量产 全部都在里头 哪一个部分可以注税前面 哪一个部分 全部是有 我还没讲完 科学园区对台湾的贡献有 对台湾的祸害是深 非常的深 但是我最气的事情是这样 你自家科学外 你自家科学外 在台湾这么盛行 为什么不把这讲清楚 你没有市场 台湾第一市场没有公平竞争 第二市场没有公平竞争 第二市场没有公平竞争 政府又耍赖皮 你自家科学外 你两件事你都该讲 这不行 台湾有今天 我们制造院 不要再引进越南的老公了 问题不在这里 你要跟越南 所以我说我们是四高一日产业 你看 我们高澳门产业 现在又有人支持家 不要设得变成 高澳门产业 你就是没有能源的国家 你为什么要来高澳门产业 所有的基本的竞争概念 叫做引起资产工人之短 对不对 我们的交易水准是亚洲最高的 我们没有发挥高教育水准应有的产业 我们去研究这个问题 你人力素质这么高 你产业素质这么低 就把我们老师有Market Failure 而且这个Market Failure 通常是Government Failure造成 政府被绑架 所以你要先去研究这个问题 为什么台湾的教育 我刚刚已经讲了 人家韩国可以把教育水准的提升 变成产值的医生 为什么台湾没有 因为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 不可以到过来说 童教授你不统技技学 没有啊 我提的问题就是 明明就是个问题 就是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曾经领见韩国 整整20年 我们的电子产业 我在讲 所以我还要干净去管总理 你要讲话 起码去查事实 你说台湾培养不住人产 好 电子电机产业 学术圈 大家公认 学术圈的一个最基本的 国际的成就 叫做IG-boyfrienders 去草草不露的 我逐点列给大家看 台湾的IG-boyfrienders 就比韩国多啊 甚至到30年 都还是跟韩国一样多啊 我不是说总数 我说每年得到IG-boyfrienders 还跟韩国一样多啊 那问题是 你搞了一个五年五百亿 全台湾的理工学教授的研究 都跟职业无关嘛 你记住什么生意上去 台湾全部都是做法自闭啊 对不起 帮我跑 帮我往前倒 我让你们知道 来 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 完蛋了 我给了这么少时间 要讲这么多 我其实这个应该是 总统选择人的 你一直往前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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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我们到了陈冲的时候很务实 台湾就是中小企业 无所谓 中小企业有助于财富平均分配 我们要让中小企业升级 这就是德国所谓的野行冠军 德国到现在最重要是他中小企业 很多人评见德国的经济 说他体制特别强 都已经讲一句 他们叫Midland 中小企业很强 他可以辅人的公司 还聘博士 他们怎么做到的 我们台湾也要做 陈冲说 我们应该往中间企业发展 我完全同意 他的配套统统都没有 这最大问题就是这样 有头号没有配套 我们开始看台 为什么没有中间企业 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有资金 有学术 有人才什么都有 没有办法进入产业 我们就来沿街道 为什么没办法进去 他要往前面 技术要升级 是不是要研发能量进台 那至少要有人 能把国外的技术 跟学术 扩散进来 这叫Tekanautic技术圈 对不对 学术圈要扮演这角色 对不对 武力无法力切断 不准他跟中小企业发展 OK 所以第一个呢 第一个必须要有 这四个都是Nancy整理 却你不可 你自己制度把它切断掉 好不好 他是不是因为他要Upgrade 他要找新的市场 他要Upgrade 他是会有风险 他是要Tekanautic 他是一定要有一段时间 十个厂可能跑三家 跑七家 可是那个没有倒的那三家 那七家 他也是要五年十年撑过去 对不对 你是不是金融机构 要有能力评估 然后让他有助于 抵抗风险的资金 我不是说每一家 我是说够强的 你总要让他资金进去吗 我们没有啊 我们的资金公骨银行 被清定去保护特定的产业 我们的吃苦的资金 全部都在草地皮啊 因为草地皮的获利实在太高啊 然后大陆的学者说 台湾的金融业不发达 因为太多资金 压债风险太高的地方 我就一看就知道 你们这些学者不懂 台湾人的私人银行 草地皮是挺风险的 我弟买错 我怎么可能会买错 我弟买到这里 行政界制度 我就会把公共建设排过来的啊 我怎么可能会买错 所以当你公股跟私股的资金 都往那边去 剩下资金当然要低空险啊 所以剩下资金就变什么 你多少接单 我就借你多少钱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创新的资金 完全没有嘛 升级的资金没有 我让人踩 我为什么特地讲国防疫 你把一流人财拿去搞败工 然后真正想做原财 他的人财在哪里 没有 所以你人财也进不去嘛 原财进不来 人财进不去 看公共的资金也进不去嘛 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是 他的规模不完整 所以没办法测读分放 所以他对于市场资金不明白 政府补贴企业钱是最大费的 政府补贴企业最好的方式叫资金 因为他怎样 他是不具有特地补贴对象 他是可被重复使用 所以政府应该要想办法去 弄国家财量 通过产业后会来讨论 如果说这些大老板 我看到 以我今天的技术 我换成做这个产品 卖到这个国家 可以赚这么多钱 他就会有drive 他就会想要花多一点前面房的人才 那你不要再国防疫 你要让你才叫进来 他为什么要赚这个钱 那你辅导他去做封闲评 写这个计划书 对不对 他会想要做原番 你不要把学者帮死 你这个法局不收掉 十个企业会倒九家 没有关系 只要有一家成功 成功的那一家 会把另外九家的真 吸纳过去 市场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市场其实不比政府了不起 他的利害在一个地方 政府一投资 只能投资一个 他有可能失败 市场是一次死可能一几万 他很自然就是你倒了 另外你他太早进入市场 市场不成熟了 没有关系 你不要怕他倒掉 他所有训练的人才 他会接受 他是第二半 他又倒了 你不要怕 他们两个 这个累积的人力技术资讯 会被第三家抢 持收中 第三家终于成功了 这些所有失败的流头 都得出这一步 这个社会自然就一直上去嘛 所以前一阵子 我们开了一个研导会 谈中等收入陷阱 我就讲这一句话 中等收入陷阱 对我来 从技术角度来看 无法理解 只有一个方式可以理解 一定是institution 一定是制度绑死的市场 所以市场没有能力够建筑 在开了一阵子 这世界是谁搞的 不要再跟我讲说是马英九 或者叫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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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水扁贪入多少 根本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 你把这四个房屎了 你是不是就上不去 所以大家都看不到未来 就是这个原因嘛 我学生45岁回来找我 他看不到未来 你当然看不到未来 因为已经30年蒙古在那边睡觉 一直都以为你赚到钱嘛 然后经济学者用盗国为一 你明明是政府平坦 把7月分成升学班跟放调班 然后呢 结果就用盗国为一说 你家科学研究产值比较高 传统产业产值比较差 是他厉害他不厉害 你看盗国为一 他有稍微厉害一点点 他一点都不做啊 是你应不让他活下去嘛 所以我们的政府在过去 经济对方的有这么多 好 最后一个 劳动这件事 他为什么不敢举报 我跟你讲 如果我有德国式的失业保险金 我当然敢举报 那个临时工资的这个争议精神 我觉得荒康无聊 尤其有马忠敏来跟人家谈这件事 我觉得是看不起中央研究院面词 基本工资增加失业率 不一定 但我先承认好 会 那就怎样 我本来就是要有事业 我刚刚不是一直讲 事业对一个社会是好事吗 前提是什么 配套 什么配套 事业就记嘛 我有事业保险 我有事业福利 我有在就业嘛 对不对 我就用基本工资 我就要调高 我要让座的厂倒掉 老板不够格 不要当老板 资源被你在那边拿在手上 你做角色干什么 对社会是一个不好的事嘛 你没有资格当老板 你就去当贤毒嘛 你去领薪水嘛 你的员工过来 你如果技术好的 马上别的厂需收嘛 技术不好 我再教育嘛 基本工资本 基本工资的开亏 意志本来就是要配套嘛 怎么有那么蠢啊 拿一杯梦文教 跟人家在那边变来变去的 没有系统性思考 我觉得有事可以罢这一群 重业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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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补充一下 几句话 刚刚提到那个金屋工作问题 韩国 韩国以前他们的薪资 只有我们的 差不多是我们的 还不到八成 差不多八成左右 那现在好像是韩国的六成 你看落差这么大 才十多年耶 那台湾如果基本工资本身 合不调的话 就是让刚刚老师提的 可能文教提的 就是让厂商吃马飞嘛 我用低一点的工资 我赚低一点的工资 我压低工资 就给我赚钱 我说工资失利 我就没钱赚了 我就会死 我们的薪资 占我们的GDP多少 全球最低 44.5% 薪资在GDP 只有在44.5% 市场上哪里 大部分钱怎么能口带你啊 那这个公平啊 可是不公平 所以你不改变制度的话 不释放出来的话 让他的故事知道 我不能只用低工资 我们为什么不能严花 我们不能严花 我们不能严花 所以你怎么进来 你要赚得才9百万 比我们赚得是人口少 但是国际化的工资最多 不管是一一性 不管是国国 不管是那个什么 我希望我们有家具 IKEA 他说前所市场率最高的 例如这样欧洲跟美国 他那个 伊莱克斯 伊莱克斯的产品 那种Dance产品 都传统产业啊 没有放弃啊 他们的医疗 医疗器材 还有那个刀具 他说前所第一的啊 我们呢 我们现在那个 那个什么 蛤牛哪个叫什么 刀 那什么刀 乐义刀 乐乙刀 所以乐乙刀 刮那个 收多少 多少钱一斤啊 他为什么没有 一工资 我没办法去做 没办法培养一些 我的薪资 我有 我有那个 什么的 业力 我有尊严的工资 那 你能够栽培降业 韩国做到 那日本做到的话 1960年 四天五年到首相的时候 韩国劳资对比最严重 他说 薪资很低 老公很可怜啊 后来怎么办 他说不行 一定要把我这些都写 他谈薪资 薪资计划 日本的薪资 薪资计划 1960年开始到1968年 都成功了 他不能要十年 都成功了 金灾一倍 国际的 技術 去引领进来 然后呢 促进产业升级 我们促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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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干嘛 只有在减税啊 政府没有输出 政府没有把那个田花 激动起来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 产业升级 像中国 中国还是等待他先拿来 内需是等待他产业升级 再加他们所谓的备作计划 他们接下来的武能计划 是从这个方向之下 台湾根本看不到这个 我们没有一个政治家 我们在什么选择 是不是都看你呢 十年正纲 黄金十年 干嘛 不是要黑血票 黑血票 黑血票 蔡宏大浅是一样的道理 好 不是 因为 待会儿去 要做这个话来找吧 简单一概念 台湾三十年来最大二体第一 优良的人没有胜出 因为我刚刚讲 他拿不到之类的 第二 叶的人没有败 优不胜叶不败 叶不败两大特色 一 LGT 明明就是叶政府继续补贴 不让他打 二 明明是该导的厂商 不愿意让他抬高基本公司 所以他不会导 还导过来 要去聘台劳 要去聘月劳 外劳 什么劳 然后一直把工资往下压 我们的司法就不能这样 那 其实我们虽然是猪 我们是大学毕业的猪 那你还一直嫌我们 书念太多 我们要住得像猪 吃得像猪 现在连工作都要像猪 那因为港湾不愿意像猪 所以我们去找像猪的人来工作 要这样子吗 知识社会进步 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在这 市场机制最核心概念 叫做优胜也败 台湾必须认真思考的两件事 一 为什么优的没有升 因为技术没有升 也就表示优面升 为什么地的没有败 因为那一些承受不起基本工资的场 没有倒 所以我们制度问题出这里了 那优胜也败不能太荒唐太强 对不对 所以政府就只要那条件 就是说优的升一点 第二的倒一点 是不是 升级的速度 跟失业的速度控制好 然后把那个底部的 往前端一步一步送 你当然不是把最后一名 送到第一名的场 你是把倒数一名让他倒 让他进入第二 倒数第二名的场 然后让前面几个场 能够扩张优胜也外 等机制在台湾三十年没有 各位赚点是最终 而且各位一定要记得 所以政府制度自己把它当足够 这个政府制度会造成这样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们基地学者 绝对要负非常大的责任 第二 我们的园区厂商保险了政府 政府对园区厂商也听进口 我们台湾竟然可以搞成这样 我都不敢只靠一只脚跟人家打仗 我们第一政府服务业不要 第二靠技术的产业的产业 我们现在就怎么叫做传统产业 这什么欺负人的话 在德国 你看在西班牙 Logginging是先进科技 人家就叫机械产业 台湾的机械产业 可以变成是高精密产业 可以变成是更进步的产业 为什么你不要它 所以我们怎么机械产业 可以不要把人家叫做传统产业 你可以不要它 你这个也不要 那个也不要 然后你要的是什么 然后连着报纸业就是哀怨 你们也不要和电厂 你们也不要国光磁化 你们到底要什么 你那种在长哪 我当然不要和电厂 我当然不要国光磁化 我要的是精密机械 可以跟电子产业并驾齐驱嘛 我要让用脑筋的人有工作做 我要让技术好的人有工作做嘛 你凭什么要让技术好的人去念你做手 你在想什么 那个不是教育有趣 那整个经济都有趣嘛 我明明是一个文科的人 我明明是对待别人很善良 非常体贴的人 我就擅长精致服务业 你为什么不让我发展精致服务业嘛 我本来就是文化寒假不好的人 你为什么不让我发展 不让我服务业嘛 你这五万五千美元 你还想要靠制造业 你每次败钱 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 五万五千美元还可以继续靠制造业 基本常识都没有 什么重严严认识 对不起还有两个人 我尽快这段会问吧 因为肥胃就知道了 老师我想请问的是说 在你今天提到的效率 或者职业转换 或者是你提到等价的 政府回馈图里面 其实你并没有正面的回答说 到底人类还需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口 就算在老师所提出的 self-consistent的一个 project system里面 self-consistent system里面 这个人口到底是不是 人还是需要这么多 那接下来就是 又还没有回答 所以假设就让老师认为 长期来看是人口是需要 甚至老师来跟回答说 人口还可以再更多 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说 改变需要时间 传播需要时间 所以你还是必须设想说 可能会在某一个区域 跟某一个时间 会在某一个地方 人 会不会不需要 可是这个时间 不是一天两天 很多时候都是一年两年 就是一个generation 两个generation 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在那个期间 不被需要的人 到底该怎么办 谢谢 第一句话 地球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们要少一点 我就是白讲 因为平平生人的是那个 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 就是不具有 节育人观念的国家 所以那个要慢慢来 人口还会慢慢成长 然后照一个普及点 然后就停 第一件事 我希望它减少 不过它在此不会减少 第二件事 真的不要担心机器人 我先讲嘛 讲述这个世界上只剩两种人 有钱人跟机器人 好不好 消费等于第一 因为机器人不会消费嘛 你不要忘记这件事嘛 市场要能够survive 最终要有两件事 供给面要能够满足 需求面也要满足嘛 需求面需要谁 消费者 你不要忘记而言我是老公 你是消费者 所以为什么Bickey说 我们必须要做财富重费 财富重费是为了抢救资本主义 你不要再以为我在讲共产党 我没有我是资本主义 但是为了抢救市场经济 我需要财富重费 因为我要促成有效消费 不要再怕机器人 为了有机器人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二考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机器人 我刚刚已经讲十个 都是我们自己二考 台湾今天最大的问题是 不抢台湾问题 只谈统图纜 我常常讲 我们只有蓝绿 没有黑白 只有统图 不谈是非 这是我算是你的最好的问题 刚刚那一位 那个 那个 如果我们就问我了 所以我大概只有两个 第一个 对不起 交一个 你有两个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就只有一个而已 那个德国的那个 Social Market Economy 里面那个宗教的意义是什么 那是不是 这个主义应该要建立在一个 所谓的宗教意义上面 会比较 能够达到公平的境界 不一定 好 Social Market Economy 里面的宗教性 其实就是基督教的传统 要扶贫 因为他们是你的兄弟 就这样 就可以讲完 所以在那个精神下 他们愿意 他们是看不怪有人 来个宗教 这个会谴责他的基督徒要求 但是不要说中国台湾人 不能学德国人 我们其实没有比人家差 我们文化也没有比人家差 我们文化的要素是有的 我们叫做 珠满酒肉冲 各路有多食物 我们这样要是不接受这件事 所以是我们被经济学洗脑 把我们的社会发展的合理性 整个给弄掉 我们的 英文有句话就是说 I have a hole in my head 我头壳换掉 我们现在是 I have made a horse in my head 一个一个被挖工的 我们政府一个社会 该有的非常多的工的 都被人家借着 芝加哥学范 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等等的理论 把我们这个抽掉 这个抽掉 这个抽掉 我们拥有太多 错误的社会发展的情况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 我们的脑袋 我们思想上有埋政 我们如果自己 不先把这个吃好 大家没有下一个 但是要做这个之前 大家必须要先走出 头顿跟打 因为那没什么意义 真的没意义 但是在今天大家发展 没什么意义 没有极破性 至少没有极破性 只要永远急破 我们进入了高等社会选择 有三十年社会没发展 完全是制度短架之间 对不起 等一下这个各位告知 还有很多问题 可以问一下 再一个 好 再一个 好 再一个 毕竟老师您认为说 可以带来人类整体的进步 包括技术发展 科技发展 老师您也没有否定 机器人带来 我们人类的福利 很重要性 然而我们注意到的是 我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 其实很多问题要跟远去解决 就我们刚刚讲的 失业率的问题 还有刚刚提到说 我们就是不管是 现代民主主义的制度 投票的一个这些东西 那没有办法去解决 人类更远的问题 我举个例好了 资源的分配 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在座谈会 可是我们并不会跟彼此去抢 呼吸的空气 对不对 比如说 你不会跟我讲说 只有我可以呼吸 你不行吧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资源 教育 住房 生理需求 都能定时 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 成为一个 补羊 帮水 空吸一般 做手可得的资源 才是时代精神运动 真正提倡的一个宗旨 我来问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我好像没提到这些东西 我从一开始就说 我赞成 但现实上 我不觉得他做得到 因为你只考虑到良善的一面 你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件事 包括尤其中产阶级 最忍受的护血囊 中产阶级是我们的 希望每个人的所得 等于他的付出 中产阶级希望每个人的所得 等于他的付出 这个事情是可能的 在完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 每个人的所得 会等于一大堆是那个公平 这个就是order liberalism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因为不幸而无法工作的人 跟健身残缺的人 他的所得 如果等于他的付出 他活不下去 所以才为 德国的另外一个经济部长 把order liberalism 跟基督族的精神捐助前来 协助那些不幸的 那个协助的部分就是说 对不起 我们不需要变 我也没有跟你变 你有很多时间 可以继续谈时代精神 我没有反对你的目标 我只是跟你讲 那一条路走起来很困难 但是order liberalism 跟social market economy 它符合中产阶级的人的指示 却可以达到 比时代精神稍微差一点点 但已经很接近的状况 如果你不喜欢 绝对是重点 我主要的问题是 我天要回家 好 那没关系 凡事我慢慢一步来 我们就在这边 好 那我们先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先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先谢谢大家 今天的参与 我们说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刚刚孟老师也在说 说付出和 说 为社会的贡献 那他说 应该要 比较相近一点 就是即使在市场经济里面 他们也是这么主张的 但是 其实如今在 今天 有发生一些大失败 你知道 就是希腊在那边 都 对 那大家刚刚在那个 老师提供的资料里面 也可以看到 其实过去是几年来 金融业的GDP一直都在往上 好 可是 其实 最近在欧洲有非常多的生意 他们认识 说 金融业 他整个 操作金钱的方式 他的生产的方式 他从头到 把钱换来 他去到哪个社会 贡献在哪里 他跟他之间 到底是成比例吗 很多人开始在认真 打用这些事情 但 现在他们今天工程 某种程度上来 就 其实也是 要对这件事情 做出来 公开的表参和回应 那 我们将来会 在 那个 我们再开始有一个东西 除了科技性事业 或 或者是 结构性事业的问题 以外 我们接下来还会在哪间 座谈 不管是在谈起 这个金融体制的改革 也好 就是因为包括 像兵党他们现在 已经开始在眼里说 他们要发展一个制度 叫做自主金钱 大家也讲过自主 就是sober money 大家也讲过这件事情 就是sober money 的概念 本质上来讲 就已经在 质疑 刚刚所说的 金融业他们的 莫利的机制 和他们造成的 种种的 经济不稳定 之类的 那 所以我们之后 也会再安排一些 做谈会来讲的 这些 就是对 现在这个 资本距离世界 里面 最深刻的一些问题 希望能够找到 各式各样的学生 来 帮大家 做一些 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以及 对他的备好 一些结构性因素 的运作 那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 大家给这边 参加这个 活动的大力 跟特别的 不好意思 在一起时间 我现在请大家 一起给大家看吧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